第四百六十一集 翻看完全部卷宗 克莱恩都没有找到关于动物的记载 明显看得出来 当初的调查忽略了这个问题 哼 得记住之前的想法 不能鲁莽的自行调查 先不提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规避恶魔对危险的预感和把握 光是可能遇上负责的职业症 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我的目标一直是做辅助 分析案情 提出猜想 判断线索的真假 克莱恩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做的问题 了解恶魔的能力后 他暂时不敢把调查之前几位嫌疑人 是否有宠物的事情交给斯图亚特 这有不小的可能害死对方 现在只是初步的没有指向性的排查 斯图亚特应该不会遇到什么事情 恶魔不是极光会那群疯子 不会主动的暴露自身 明后天 斯图亚特肯定就可以提交报告了 也许里面有藏着别人无法察觉的线索 克莱恩站了起来 双手插兜的在起居室内来回踱步 他现在为难的问题是 怎么让调查案件的主力们将动物也纳入视线 直接提 肯定不行 那会引来怀疑 暗中引导的太明显也一样 我不是观众 没这方面的非凡能力啊 克莱恩仔细思考 认真推敲 终于确定了方案 他抽出信纸 握住钢笔 刷刷写道 尊敬的斯坦顿先生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之前侦探们讨论的时候 都认为凶手杀人的动作很娴熟 看不出声色的痕迹 非常老练 相信 这不可能是天生的 必然有着丰富的经验做基础 比如医学院的外科学生 比如肉店的屠夫 我当时借此猜测 他以前或许做过类似的案子 这是调查的一个方向 也是我目前关注的重点 但经过这两天的反复思考 我认为这是不完备的 也许 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取经验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他是用可怜的动物练手 活着的不同种类的动物 每天在贝克兰德死去的动物 无法统计 消失在下水道深处的 更是没人知晓 这是很好的练习对象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一些看法 希望与你交流 夏洛克 莫里亚迪 克莱恩没有直接提凶手 可能是恶魔化的动物 另外找了个练手的理由 希望爱兴格斯坦顿 借此注意到被忽视的动物世界 从而提醒负责的官方非凡者 写着写着 他自己忽然觉得 这也是一个方向 那个恶魔之所以一直没被抓获 是因为他大部分时候 在猎杀动物 而动物猎杀动物 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 就这样吧 希望能给他们带来灵感 克莱恩 遮好信纸 穿戴整齐的去街尾油堂投递 15分钟后 鱼尔根律师看着突渡窗外 一趟又一趟路过的夏洛克侦探 终于忍不住打开大门 礼貌寻问道 莫里亚地先生 你忘带钥匙了 算是吧 不如到我家做客 等用过晚餐 天黑之后你再回去 我知道的 你们四家侦探 非常善于叛爬 鱼尔根表情严肃的邀请道 这也行 克莱恩愣了一秒 真心诚意地笑道 这是我的荣幸 鱼尔根律师的奶奶 可是有大厨水准的 而且还能顺便撸个猫 天色全黑之后 吃饱喝毒的克莱恩 在家里休息了一会儿 拿着手杖 离开了明斯克街 他打算再去 大桥南区的月季花街一趟 找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问清楚万能钥匙的来历 借助补障法 他顺利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抵达了丰收教堂 按照上次的路线潜入 但是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今晚并没有在教堂大厅忏悔 安静于昏暗之中 只得一排排座椅 休息了 克莱恩略感疑惑地 往大厅后方的生活区域行去 刚绕过拐角 他呼地发现高大宛弱巨人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正沿着地下室的阶梯往上 那里的沉重石门 则被人拍得胖胖坐下 他把谁追进到了地下室里 克莱恩瞬间联想到了 一系列不太健康的新闻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抬头看见 坐着之前那种伪装的克莱恩 也颇感诧异 愣了下问道 你还没找到回家的路 我看起来像迷路那么久的人吗 克莱恩扯出笑容道 神父 我没有迷路 你认为那份配方是假的 不可能呢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皱起眉头 停在了阶梯半途 这样一来 他就和克莱恩等高了 不 那是真的 克莱恩诚实回答 就在这时 地下室的石门又被拍响 越来越激烈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这是 克莱恩忍不住问了一句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笑道 一位吸血鬼 他话音刚落 地下室内那位男子就高声喊道 吸血鬼怎么了 吸血鬼就应该被你关在这里 就应该每天听你念叨 听你送念经卷 呸 我是高贵的血族 不要用这么粗鄙的称呼来描述我 我告诉你 我崇拜月亮 绝对不会改姓大地母神 放弃吧 你这个可恶的神父 克莱恩还是第一次遇见真实的吸血鬼 忍不住问了一句 神父 你在哪里抓到他的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表情颇为古怪的 看了克莱恩一眼道 他是万能钥匙的原主人 有一天 他迷路走进了这座教堂 克莱恩认真思考起 以后要不要随身携带万能钥匙的问题 还好我会占卜 他庆幸地想到 刚好 他当时进入了渴望鲜血的状态 被我发现了异常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微笑补充道 我呸 别给我提鲜血 我需要的是美丽少女的鲜血 不是你这个肮脏的老头子的血 地下室内的吸血鬼突然暴躁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一点也不生气地解释道 他渴望鲜血的时候 我会弄点我的血给他 克莱恩点了点头 仔细再看 发现地下室的沉重石门上 鸣刻有生命圣灰和诸多神秘符号 形成了完整的封印 到了白昼 祈祷的人变多之后 恐怕连声音都传不出来 克莱恩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这时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开口询问道 克莱恩坦然回答 我想知道万能钥匙最早来自于哪里 那你得问他了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指了指地下室 里面的吸血鬼突然安静 旋即悠然笑道 朋友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但前提是 你先把我解救出去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处 这还真是敢开架啊 听到吸血鬼的要求 克莱恩简直又好气又好笑 他望了前方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一眼 思索着问道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还未来得及回答 地下室内的吸血鬼已恶然出声道 你想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这时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开口了 他叫心眼蜡烛 你借他做什么 神父 你很配合吗 还知道询问用处 我打算利用他 直接去里面那位朋友的心灵最深处询问 你知道的 我在这方面有些特殊的天赋 很擅长做类似的事情 他话音未落 地下室内的吸血鬼已高声喊道 混蛋 放弃你的想法 什么对待高贵的血族 是要受到诅咒的 喂 喂喂喂喂 我说 我说 我告诉你万能要事的来人 很感谢你的配合 哼 肮脏的老头子的朋友 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作为一名血族 我只是去医院偷彩血瓶里的血喝 我已经非常克制了 为什么要被关在这里 每天听到啰里巴缩苍蝇般的生命圣经 地下室内的吸血鬼愤怒地抱怨了一句 坦白地讲 如果你真像自己话语里描述的那样 而且遇到的是我 那我顶多告诫你两句 可惜 你迷路进这座教堂的时候 面对的是位曾经杀人 如麻酷爱战斗 现在前程毁过狂热于信仰的神父 这只能说你的运气不太好 不过 乌达拉夫斯基主教的病情已经痊愈 应该不会真正的伤害你 顶多把你拘禁在身边 克莱恩无声回应了几句 地下室内的吸血鬼顿了几秒到 一个多月前 我去南区医院偷彩血平和 结果遇上了一个小偷 他原本想要进入医院的财务室 谁知道却迷了路 打开了血库的门 被我给当场抓住 他用的就是那把万能钥匙 他告诉我 这是他之前潜入某栋房屋偷窃的过程中发现的 同时得到的还有一块镶嵌着钻石的怀表 嗯 在地下室内 他最初以为 那把钥匙对应着某个房间 或者某个保险柜 于是他就一一试了过去 结果发现全部都能打开 这对一名窃贼来说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惊喜 之后 他屡次得手 直到被我抓住 没收了钥匙 可恶 我当时竟然没有想到 那把钥匙会让人迷路 很符合我占卜看见的画面 不过 这万能钥匙是不是有诅咒啊 前任主人因为迷路被拘禁了起来 前前任主人也因为迷路被人当场抓住 也许我真的得把它丢到灰屋之上 有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 不过这样就相对麻烦了很多 也许会耽误事情 克莱恩控制着表情的变化 不急不慢地问道 那怯贼有说 他是在哪里偷盗的吗 你在怀疑我的智慧吗 我怎么可能不问这件事啊 他说是在大乔南区 河湾大道四十八号 我原本打算有空去探查一下 结果 该死 好了 我回答完了 不要再打扰我 克莱恩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慢悠悠掏出了一枚二分之一辨识面额的铜臂 低声念诵道 他在撒谎 欺变之后 眼眸转身的克莱恩真的弹起硬币 看着他翻滚旋转 落于掌心 这次人头朝上 表示肯定 也就是说吸血鬼在撒谎 小偷讲述的内容 和我占卜看见的画面 有多处吻合 彼此印证 应该不是假的 吸血鬼肯定是在具体的地址上撒谎 克莱恩看向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低笑道 他撒谎了 让我想想 他为什么要撒谎 迁怒和报复我这个没什么关联的人 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也很不利于他的处境 所以我认为 他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求救 那个地址 很可能属于他的同伴 神父 你不打算去看看吗 地下室内顿时彻底无声 过了好几秒 那吸血鬼才哈哈笑道 我只是单纯的不愿意这么简单就告诉你 你刚才威胁我 我撒谎报复你 不是很正常吗 我听出了强行镇定的感觉 那么 真实的答案呢 再撒谎的话 我不介意把这个地址投递给三大教会 就说和最近的灵环杀人爱有关 人类可真是恶毒 那吸血鬼咬牙切齿般叹息了一声 大桥南区 威尔迪街 三十二号 克莱恩又抛了此硬币 得到了对方没有撒谎的答案 看来吸血鬼没有干扰占卜的能力 哼 回头再去挥舞之上确认一下 克莱恩一手暗胸 对着地下室的沉重石门 弯腰行了一礼 感谢你的配合 哼 地下室内那吸血鬼 没好气的回应了一声 就在克莱恩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 他忽然又高声喊道 记住 我叫艾姆林怀特 记住 我叫艾姆林怀特 记住你的名字做什么 我又不打算救你 没准备 没有主场优势 我可打不过乌特拉夫斯基神符 而且他还有回收鲜血的神奇物品 哼 难道这个吸血鬼的同伴会悬赏找人 他希望我出卖这个情报 克莱恩正了一下 什么也没说的走出了丰收教堂 随意找了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他解下左腕袖口内的灵白 就现在去探索威尔迪街32号这件事情 做了次占卜 他得到的答案是 有一定危险 但不算太高 有一定的危险 危险在哪里 或是什么类型的危险 那个失控而死的学徒 可能因为强烈的怨念 变成了鬼魂类的怪物 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种 也不对 那小偷明明什么事情都没遭遇 就拿着万能钥匙出来了 难道危险在房屋内里外的隐藏地点 我最好做足准备再去哪里 免得遇上目前非凡能力难以对付的敌人 却找不到办法 至少 得等我买到可以净化运魂幽影的子弹之后 他微微点了下头 有了这样的考虑过程 再结合上次与黎明骑士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打斗的经历 克莱恩忽然觉得自己隐约能总结出魔术师的第一条守则了 不要在没有准备的时候表演 这样大概率会穿帮 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处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处 第463集 周二早晨 克莱恩准备好黄油 烤了两片面包后 没急着用餐 开门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今天份的报纸 有封信 他将夹在了报纸里的信抽出 边返回餐厅 边描向表皮 斯图亚特寄来的 看来他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调查 克莱恩微微汗手 扣开信封 斗甩纸张 一边阅读 一边坐到了餐桌旁边 斯图亚特声称 那两名嫌疑人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一个守着杂货店和老婆孩子 死寂沉沉的过着日子 一个忙碌于各种临时工作 为维持生活而奔波劳累 他们不暴躁 没斗殴的冲动 也不存在将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内的事情 信的末尾 斯图亚特感慨了几句东区的恶劣状况 发誓要攒够钱 不在年老后 沦落到那里 感谢你的帮助 后续如果有别的线索 我会与你分享 见对方没能发现有用的痕迹 克莱恩只简单回了封信 不让他更深层次的牵扯入这个案子 免得被恶魔察觉到危险 提前扼杀掉隐患 放好纸笔 克莱恩拿起片黄油 已经渗入进去的面包 就着红茶和报纸 悠闲地度过了早餐时光 这个过程里 他比较遗憾的一点是 智慧之言老先生 那个非凡者聚会 还没有举行的迹象 那个恶魔的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贝克兰德非凡者们的生活 希望爱心格斯坦顿先生 能察觉到我的提示 有所收获 哼 他应该是官方认证了的非凡者 克莱恩放下报纸 拿起餐巾 擦了擦嘴 收拾着准备出门 他今天的安排是上周就计划好的 去王国博物馆参观 罗塞尔纪念站 皇后区 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 奥黛丽穿着身大胆运用蕾丝的浅色长裙 披了条雪白的皮毛 等待着贴身女仆安妮 帮她戴上镶嵌着珍珠 垂下了细格薄纱的软帽 她的身旁 苏西蹲在那里 脖子上被绸缎扎了个蝴蝶结 我美丽的小公主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 霍尔伯爵从楼梯上下来 摸索着自己那两撇漂亮的小胡子问道 奥黛丽眼眸明亮的回答道 爸爸 我打算去看罗塞尔纪念展 看一看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原本 找机会给愚者先生弄一些过来 她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霍尔伯爵沉吟了下道 为什么要今天去啊 人会很多 场面会很乱 我找人和争气教会那边协调一下 正式展览结束后 专门为你和你的朋友多开半天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参观了 如果你有想近距离仔细欣赏的事物 可以直接和他们商量 这样似乎更好 我可以直接翻看这次展览里的日记了 奥黛丽提了下裙摆 行了一礼 感谢你 英俊的霍尔伯爵 西区 国王大道二号 王国博物馆 虽然这不是周末 但克莱恩抵达的时候 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根据报纸和杂志的描述 他知道 这个世界的中产阶级娱乐方式较少 看报纸 读小说 听歌剧音乐会 打网球和壁球 欣赏各种戏剧 举行或参加宴会舞会外 就只剩下逛公园 看展览和外出度假 三个选项 而由于罗塞尔大地的影响 年假在这个阶层 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九点整 戴半高丝绸礼帽 拿黑色手杖 穿双排扣 泥制常礼服的克莱恩 拿着门票 跟着前面的人们 一步一步的进入了博物馆 这里有一个分流 不同的讲解员 各自领着一部分参观者 踏上了不同的通道 克莱恩和十几二十个人 跟在一位容貌较好的女性身后 听着她介绍罗塞尔的生平 这对身为半个历史学家的克莱恩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她无聊的确认了下钱包的位置 因为财富激增达到了952磅 距离1000磅 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她的皮夹 已经装不下这么多的现金 只能选择性的携带其中一部分 剩下的那些 克莱恩不放心他们没保护的待在家里 于是全部丢到了挥物之上 走着走着 他们进入了第一个展厅 那位女性讲解员语气兴奋的说道 各位 这里都是罗塞尔大帝的日常生活物品 你们看 那是他盖的天鹅绒被子 那个是他用来喝葡萄酒的香精玻璃器皿 还有这个 是他用过的抽水马桶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抽水马桶 连用过的马桶都被拿来展览 克莱恩忽然有点同情罗塞尔 随即他望向了玻璃墙后面的那个抽水马桶 发现他正闪烁金色的光芒 表面似乎有一层金箔 并雕刻着繁复浮夸颇具艺术感的花纹 真是奢侈啊 克莱恩不再同情罗塞尔 和抽水马桶只隔了一层玻璃的 是罗塞尔的日常服装 包括袖口 领口 有百折装饰的衬衣等 看得出来 那位女性讲解员对因蒂斯的服装文化相当赞赏 日用展览厅之后 是罗塞尔颁布过的那些重要文件的原稿 包括民法典等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物 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女性讲解员指着一个展规道 这是罗塞尔大帝遗留的其中一本笔记 上面使用的是他独创的神秘的 至今没有被人破解的符号 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 这些笔记记载的应该是罗塞尔大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作为一个浪漫的人 我也有我自己的猜测 或许这是罗塞尔大帝与他最心爱的那个女人约定的符号 他们互相记载彼此 却永远没法真正在一起 你很适合写小说 克莱恩嘴角抽了一下 视线随之转向掌柜里摊开的那本笔记 上面使他熟悉到极点的简体中文 三月六日 马丹 这里的食物吃得我快变密了 三月十七日 因蒂斯的夫人们都这么开放的吗 到底是我上了他还是他上了我呀 总敢就有些怪怪的 三月二十二日 到挑选信仰的时候了 一边是永恒力量教会 一边是工匠教会 我的选择毫无疑问 赞美你万机之身 总有一天 我要让工匠教会 改成机械神教 果然很浪漫 浪漫的便秘 这应该是罗塞尔纳帝穿越早期的日记 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哼 他的字比我还重 克莱恩收回目光 嘖嘖了几句 当然 他只看到了摊开的那两页 其余还有什么内容 不得而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第464集 不知道这里的警备措施做得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偷偷前进来翻阅一遍 克莱恩环顾四周 发现名列上的安保人员那是相当多 也许还有争气与机械之神教会的非凡者 他嘀咕一句 跟着那位女性讲解员混在一群人中间 进入了下个展厅 那里叫做温情的罗塞尔 这是罗塞尔大帝写的第一封情书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情诗 当年老了 女性讲解员目光发亮的指着掌柜里的手稿道 无耻 顾约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 克莱恩不由在心里付费了两句 这个是他自己制作的手链 这是他写的小说的原稿 那位女性讲解员用异常崇拜的口吻介绍道 克莱恩努力不让自己的表情有任何变化 当然 他也相信 非凡职业里有工匠这一栏的罗塞尔大帝 肯定具备很强的手工活能力 这是他为教育子女改进的基础教育课本 每个单词都有对应的图画 这是他为自己孩子发明的小游戏 与因地思想极类似 但不知为什么下法并没有流传开来 这是他发明的积木玩具 也是给他孩子的 女性讲解员不知不觉带上了几分温情的说道 这他妈不就是象棋吗 而且乐高要找你收版权费的 克莱恩只能上翘嘴角 以此掩饰别的情绪 他一眼扫过 发现这个展柜的前方 立着位高度超过一米七的女子 这位女士有一头长级腰间的绿色头发 身材比例非常好 既不胖也不瘦 他穿着少女风的黄色蛋糕裙 却戴着黑色的老气软帽 细格薄纱垂下 遮住了他的脸庞 他立在那个展柜前 一直凝望着里面的物品 许久都没有离开 等到克莱恩他们跟随讲解员去了下个展厅 他依然未改变姿势 又过了几个展厅 那位女星讲解员指着前方道 接下来你们将看见的是 副员的罗塞尔大地书房 当然 这是其中一部分 说话间 克莱恩等人进入了展厅 眼前豁然开阔 这里几乎变成了一个图书馆 四周是一排排书架 高至两层楼的书架 他们下方有楼梯 彼此间有通道 形成了立体的书籍乐园 可以想象 这里的主人曾经沿着楼梯爬上爬下 寻找着想要阅读的那本书籍 讲解员描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不 罗塞尔肯定会让仆人去找 而非亲自 克莱恩默默地反驳了一句 位于那一排排书架中央的 有书桌 椅子 黄铜灯架等事物 他们都被玻璃罩着 不与外界发生接触 克莱恩一眼望去 就发现了一叠手稿 纸张色泽放黄的手稿 那叠手稿并没有摊开 让人只能看见首页的内容 上面描绘着一个长方形的物品 并附有详细的说明 这是电报机的便携化小型化应用 可以通过它连接到 持有同样物品的人 收到彼此想交换的消息 甚至直接通话 这需要更好的定位 我认为 我们可以大胆地将目光投向天空 那里没有阻碍 可以更好地传播信号 大体 你连手机都不放过 克莱恩忍不住伸手捂了下脸孔 这时 讲解员介绍到了那叠手稿 他们记载的是 罗塞尔大帝的奇思妙像 记载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化为现实的发明 记载的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光辉 克莱恩没去细听吹捧的话语 随意打量起了别的事物 忽然 他发现桌上一本硬壳图书里 夹着张书签 书签裸露在外的部分 描绘着小孩随手乱画般的图像 罗塞尔大帝并不擅长画画呀 克莱恩刚在心里嘲笑了一句 就突地想起了一件事情 罗塞尔曾经将一张亵渎之牌 伪装成了书签 夹在了某本图书里 会是这张吗 克莱恩不找痕迹的仔细观察了几秒 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也是 大帝说亵渎之牌反占卜反欲言 正常情况下根本发现不了他的特殊 如果那么简单就能辨认出来 争气与机械之神教会肯定早已经拿走了 克莱恩一开视线打量别的图书 发现有不少册都夹着一张书签 而这些书签形质各不相同 他沉吟了一下 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脸部肌肉 好奇问道 这都是罗塞尔大帝看过的图书吗 抱歉 我的意思是 这都是原本的那些书吗 女性讲解员肯定点头道 是的 这些都是当初罗塞尔大帝书房内的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图书 手稿 书签 灯架 墨水亭 不过 更多的东西已毁在了几次冲突里 克莱恩轻轻汗手 再次审视起那些书签 罗塞尔在日记里提过 他要把那张卸妇之牌 夹在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内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 那本书最具有价值的 其实是一张不起眼的书签 这些书里面 哪本是很有价值的呢 克莱恩回忆着日记的细节 以此进行排除 辉煌时代 不像 英帝斯亡国史 不像 北大陆地理智 这个有一定可能 但不高 蒸汽机械的改进原理 同上 克莱恩一一扫过 目光忽然停在了最早看到的那叠手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六十五集 第四百六十五集 内叠手稿上 记载了罗塞尔想发明却没条件发明的地球物品 那里同样夹着一张书签 上面描绘着罗塞尔身穿皇帝服饰的样子 剽窃手稿 创意手稿 应该算是很有价值的书籍了 这一张会是亵渎之牌吗 克莱恩心头一动 亲扣牙齿 悄然开启了灵式 然而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他随即扫过别的书签 获得的依然是同样的答案 也是 如果那么容易就能察觉 也轮不到我来这里消想 克莱恩关闭灵式 重新用从罗塞尔日记上知道的细节 和那位大帝呈现出来的性格进行排除 根据他的认识 既然罗塞尔说了 加着亵渎之牌的书很有价值 那他就不会太普通 负责无法满足那种强烈的恶趣味 用许许多多价值很高的知识 来衬托不起眼的书签 让获得者无形中遭遇戏弄 所以有价值但不高的书籍可以不做考虑 这么一来 克莱恩环顾四周 仔细辨别 完全没听讲解员在说什么 综合判断 整间书房内符合条件的好像只有那份创意手稿 其他的价值也就只能说一般 以罗塞尔的性格肯定不会挑选他们 哼 罗塞尔是那种 我就要把秘密藏在最鲜眼的地方 可你们怎么都发现不了的那种人 克莱恩边想边给大帝配了个略略略的表情 当然 他不可能就此肯定那张书签是亵渎之牌伪装的 因为罗塞尔拥有的具备很高价值的书籍 显然还包括神秘学领域的著作 而这部分图书 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是肯定不可能拿出来展览的 哼 必须先确认是不是亵渎之牌 再考虑要不要行动的问题 可惜啊 1月20号这个日期无法用来排除 没谁知道每张书签分别是哪一天被加入图书的 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 转而望向停下来的讲解员微微笑道 放在书架里的那些有像这样夹着事物的吗 比如某位贵族夫人写给罗塞尔的纸条 这个问题让不少男士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那位女性讲解员则摇头道 不 没有 夹着额外事物的书籍都被挑出来放在了这里 便于所有人观看 这只是复原罗塞尔大帝的书房 而不是复原书房的某个时间点 不需要维持一定的状态不改变 明白了 这真是让人失望 这简直太好了 整个展厅需要验证的书签 只有一张 难度直线下降 他欣喜地在心里补了一句 讲解员介绍罗塞尔最爱阅读的图书时 克莱恩又一次环顾四周观察起这个展厅的整体布局 为了还原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房间 这展厅的四周没有煤气灯 赵明主要依靠的是几米外有铁栅栏的秃度窗和天花板上垂落的巨大水晶吊灯 至于书桌上的黄铜灯架并未安放蜡烛 纯粹只是做个摆设 克莱恩眺望秃度窗 看见了外面枯黄且凋零的草坪和一根笔直的铁黑色灯杆 他记了下位置 重新将视线投向女性讲解员介绍的图书 脑海内则开始分析起窃取计划的可行性 一个前提是 根据罗塞尔的意思 各大教会和身为王室的各个古老家族 都不愿意看到他散播亵渎之牌 破坏一千多年来的稳固秩序 所以 如果我是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大主教 那我会直接放火 去烧罗塞尔遗留的所有物 如果亵渎之牌能就这样被彻底回去 那结果完美符合了神灵的想法 要是亵渎之牌难以被破坏 烧完之后 他必然将暴露出自身的异常 既然罗塞尔遗留的物品都还在 那就说明 他必然用某种方式让所有人 包括神灵 都相信他把所有的亵渎之牌送出去了 没留下任何仪仗 当然 不排除某些教会或者某个古老家族 试图依靠亵渎之牌 来补完本身需要的某条非凡途径 但这个可能非常小 因为这就给了罗塞尔合纵连横统一战线的机会 根本没必要走到散播亵渎之牌破坏秩序这一步 这样的话 他的日记会呈现出一定的信心和相应的担忧 绝对不可能只剩悲观 只想着依靠那个古老的隐秘组织 再加上一百多年过去 保管这些遗留物品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 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的补移性搜索 所以 几乎不会有谁还相信 亵渎之牌藏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个展览的安保级别不会太高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整个贝克兰德都被那个连环杀人的恶魔 弄得浮躁惶恐 三大教会的非凡者们正在做全程性的排查和搜索 机械之心队伍能分配给这个不重要的展览的人员 肯定非常有限 这里最值得保护的是罗塞尔的日记 许多野生的非凡者很崇拜大帝 认为那些独创的符号书写着深层次的神秘 他们有窃取的动机和能力 所以看守者的重心肯定是在那个展厅 回到会晤之上占卜一下 和我的分析做印证 不过得预先验证是不是亵渎之牌 要不然冒着一定的危险 费了极大的力气 结果却偷回去一张普通的书签 那我还不如躺回墓地里 嗯 该怎么验证呢 这不可能等我再次潜入的时候做 而现在也没机会 得找别人来帮忙啊 务必谨慎 格莱恩神情专重地跟在讲解员后面 似乎听得非常认真 魔术师小姐 她是学徒 能够穿墙越门 和持有万能钥匙差不多 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但她才蓄列久 潜入验证这个任务 对她而言 太危险了 修小姐 不行 她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让她找窃贼帮忙 不不不也不行 这里有非凡者看守 窃贼大概率会被当场捉挡 从而暴露出 有人在打罗斯尔书签主义的事情 沙伦小姐 她实力足够 状态也适合这种任务 可问题在于 亵渎之牌 是足以让绝大部分非凡者 彼此厮杀的生物 我现在还信不过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处 赞美女神 第四百六十六集 克莱恩思绪转动 分析着自己能找的帮手 渐渐的 他锁定了一个对象 正义小姐 他家事不凡 属于贵族 有没有可能利用钱财和权势 以感兴趣为借口 触碰到那张书签 机会不小 而且这办法 不会惊动到谁 有利于我之后 潜入窃取 克莱恩越想越觉得 可行性很高 至于怎么验证的问题 因为亵渎之牌的 反占卜反预言 他暂时只能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尝试着 破坏一下那张书签 反占卜反预言 不是说 对藏着亵渎之牌的 某些物品 采用类似的手 会得到失败 或者被干扰的结果 这真正的意思是 即使拿到了亵渎之牌 对他占卜 也等于 对一件普通的事物占卜 等于 对他伪装成的那件 普通事物占卜 反正我是猜不出来 大帝设了什么开启密码 只能用这么简单 粗暴的方式确认 如果亵渎之牌 确实可以被破坏 那就只能说 我和他暂时没有缘分 以大帝的喜好 或许我可以试一个开启周文 他曾经在日记里开玩笑说 想要我的财宝吗 那就到迷雾海的尽头去寻找吧 而亵渎之牌 正是宝藏的一种 那开启周文设定为 One Piece对应的 古赫密斯语单词 不对 这样一来 将不存在有谁 能够获得的事情 除非出现第二个穿越者 这不符合大帝 制造混乱 破坏秩序的想法 所以 是海盗王 对应的赫密斯 或古赫密斯语单词 克莱恩慢慢确定了想法 愈发关注起展厅的布局 在那位女性讲解员的银顶下 他们离开复原的书房 进入了另外的展厅 等到一切结束 可以自由活动后 克莱恩略显不好意思的问了一句 抱歉 我想知道 盥洗师在哪里 楼上吗 不 楼上是办公区 你沿着这条路直走 然后左拐 就能看见了 女性讲解员礼貌地指了个方向 趁这个机会 克莱恩摸清楚了 盥洗师与几大展厅的位置关系 并于脑海内 初步勾勒出了一张大致的布局图 中午时分 他什么都没做地 离开了王国博物馆 返回了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原本想直接以语者的口吻 吩咐正义小姐 告诉他 自己的卷者需要帮忙 但仔细想了想后 觉得这有些破坏 语者先生的形象 作为一个高深莫测的大人物 必须表现得淡然一点 不能老是替卷者请求帮助 至少不能一次又一次的亲口提这种事情 克莱恩思考了一阵 迅速有了办法 他决定把卷者祈求帮助的画面和声音 直接传递给正义小姐 这个过程中 语者先生什么都不说 克莱恩吐了口气 拉上窗帘 揉了下脸颊 开始向自己祈求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者 挥舞至上的神秘主宰 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我祈求一定的帮助 祈求有人帮助我 借助罗塞尔创意手稿里 夹着的那张书签 帮助我对他做很小的 很难被发现的破坏 并告诉我 有什么反应 其间 可以默念海盗王对应的赫密斯语 或古赫密斯语单词 不管是谁提供帮助 即使什么反应都未出现 我也愿意 给予五百磅作为报仇 这从还未支付的五千磅里扣除 如果有反应 我愿意给予更多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等了片刻 才进入挥舞之上 看见了呈现自身 祈求画面的光幕 占卜出 夜入王国博物馆 窃取书签之事 有一定危险 但不算很高以后 他提取那些祈求信息 将马赛克加厚加多 把嗓音调整得略微失真 接着丢入了 象征正义小姐的虚幻星辰内 皇后居 霍尔波决的豪华别墅内 这本该是练习钢琴的时间 奥黛丽却依然坐在梳妆台前 构想着傍晚怎么翻看并记忆罗塞尔日记的事情 突然 他周围一下朦胧 涌出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 那灰雾的中央高聚着愚者的身影 他正在聆听一个模糊到根本看不清的男子祈求 我祈求一定的帮助 祈求有人帮助我 借助罗塞尔创意手稿里 夹着的那张书签 愚者先生怎么知道 我今天会在壁馆后参观罗塞尔纪念展 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事物 奥黛丽正正听着 虽敢诧异 却不觉奇怪 以愚者先生的位格和能耐 想要掌握这么一件小事 还是很容易的 至于具体是怎么掌握的 普通序列者没必要理解 奥黛丽正要回应 就听见愚者低沉平淡的开口道 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个委托 或者不接受 尊敬的愚者先生 我可以试一试 但不保证成功 他对最低限额才500磅的报酬 其实不是太感兴趣 他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务 是好奇罗塞尔大帝遗留的那张书签 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竟然让愚者先生的卷者如此看重 以至于开出了上部封顶的架码 反正我今天本来就要去翻看罗塞尔日记 正好顺便 奥黛丽悠然想到 挥舞之上的愚者克莱恩 则轻轻汗手回了一个单词 好 等到那幻觉彻底消失 奥黛丽将视线投向梳妆镜 看似认真的审视着里面的自己 他既敢紧张不安 又兴致勃勃的做起了傍晚行动的计划 不能被察觉出异常 事后如果愚者先生的卷者有什么行动 我也不能成为被怀疑的重点对象 只接触那张书签肯定不行 一旦丢失 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到我身上 所以我必须对所有物品都表现出同样的兴趣 同样的姿态 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主要目的是那张书签 整个过程得柔和 不突兀 符合逻辑和道理 可是 怎么造成微小不引人注意的破坏呢 那只是一张书签 奥黛利目光没有焦距般的扫过梳妆台上摆放的一样样器物 突然定格在了敞开的手势盒上 定格在了一对有细针装饰的宝石耳钉上 他嘴角一点点上翘 眉眼略微弯曲 自言自语般说道 哼 再加上苏西的帮助 应该就足够了 第四百六十七集 傍晚六点 当前季节本就很难看见太阳的贝克兰德一片昏暗 煤气路灯相继亮起 王国博物馆送走了最后一批普通的参观者 却迎来了由伯爵家的小姐 公爵家的孩子 年轻的子爵等身份高贵之人组成的访客团 因为知道某些贵族子弟是经常闯祸的顽固 所以负责看守纪念展的机械之心 西区小队队长迈克斯利维摩尔不得不伪装成安保人员 始终跟在旁边防备意外 他头发整齐厚书 戴着单片眼镜 本质彬彬的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那单片眼镜其实是一件封印物 代号三杠1328 昵称水晶之眼 通过他 迈克斯利维摩尔能直接看见灵体 看见鬼魂 看见幽影 不再害怕非凡者驱使这些正常难以发现的事物来捣乱或盗窃 当然 这封印物也有显著的坏处 那就是容易将怨魂幽影等怪物吸引到附近 长期佩戴的话 视力还会不可逆转的降低 哦 在贝克兰德的阴沉里 他就像那明媚的太阳 此时迈克斯正赞叹地看着侧方那位金发碧眼的少女 奥黛丽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个镶嵌金箔 并雕刻着繁复花纹的马桶 询问着旁边的讲解缘道 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抽水马桶 是的 我个人认为 这是罗塞尔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 他和他配套的下水道工程 改变了特里尔满街 满街肮脏事物的现象 讲解员本来想说粪便这个单词 但看了看面前的少女 又觉得不能失去文雅的姿态 奥黛丽斟酌着再问 我可以触碰一下吗 他还能正常使用吗 格莱琳特子爵则在旁边笑道 你为什么对这个也如此好奇啊 不管他有多么古老 他始终只是一个抽水马桶啊 和他们交情不错的其余贵族子弟纷纷笑了出声 不 格莱琳特 你们不明白 这是人类文明的光辉 奥大利浅笑回应 在心里做了个呕吐的表情 要不是为了完成与者先生卷者的委托 我也不想这样 他无奈的叹了口气 蒋解员附和道 华尔小姐说得非常好 人类文明的光辉不仅体现在大炮 火枪等改变了战争形式的武器上 还闪烁于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尊敬的小姐 我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因为没人会去使用它 蒋解员边说边看了眼 麦克斯利维摩尔 得到肯定的汗手后才继续道 你可以触碰一下 甚至打开水箱 看一看里面的机械结构 但请务必小心 谢谢 奥大利看着安保人员打开玻璃墙 忙上前两步 伸出带着白色薄纱手套的右掌 小心的摸了下抽水按钮 接着他缓步退后 微笑道 啊 好了 就这样吧 我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不能再伤害到他 他时刻记得自己这次的人设是 天真好奇的少女 看完这里 他们进入了有罗塞尔日记的那个展厅 绕行半圈的介绍后 奥大利再次问道 嗯 我可以翻看一下这本笔记吗 我们对这种奇怪的符号很感兴趣 啊 我听说超过一定年限的纸张 就连接触空气都会受到损害 更别提直接触碰了 所以 是不是不行啊 他眨了眨眼睛 让自己宛如宝石的漂亮眸子 表现出了诚恳 渴望 有略有点失落的情绪 讲解员又看了迈克斯利为摩尔一眼 等到对方回复后才笑道 教会采用了特殊的保存办法 让纸张能像前几年才生产出来的一样 而且就算没有这种办法 你们提出的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只不过可能需要换一个环境 换一身衣物 并经过较为严格的一个流程 你可以翻一翻 但是别太久 平用力就行了 奥黛丽的眼眸顿时发亮 看得人移不开视线 诚恳道谢后 他和格莱林特子爵等神秘学爱好者一块 打开玻璃罩 小心地翻动起那本笔记 奥黛丽努力记忆着 但因为那些符号太过复杂 短短时间内能记住的相当有限 加起来差不多有两页的内容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踏印一份 他思绪发散开来 将位置让给了外围的同伴 就这样 他每个展厅都提出了 要仔细欣赏某件事物的请求 并且基本得到了满足 走走停停 他们来到了那个复原的书房内 奥黛丽保持着先前那种状态 时不时提上几个问题 充分表现出了自身的好奇心 等到讲解员介绍创意手稿的时候 他眼眸惊亮地开口了 那个我能翻一翻吗 我想看一看大发明家罗塞尔的手稿 具体是什么样子 包含了哪些奇思妙想 没有问题 美丽的霍尔小姐 尊敬的格莱尼特子爵 你们都可以翻一翻 如果你们之中 有哪位是教会的前程信徒 甚至还能申请到一侧太硬本 讲解员根据麦克斯的暗示回答道 身为女神的信徒 奥黛丽只能以浅效回应 不方便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 她假作疗发 身掌摸了摸自己的诱饵 悄然取下了那枚耳钉 紧接着笼罩书桌的玻璃被打开了 奥黛丽向前一步 按住手稿 故作不经意地抽出了那张书签 并随意翻了一页 就在这时 得到她暗示的苏西 在另一个方向 突然叫了出声 众人的目光当即被吸引了过去 奥黛丽则垂下手臂 用掌心的那枚耳钉 刺向握着的书签 并于心里默念着海盗王这个词组 一遍赫密思语 一遍古赫密思语 尖锐的细针般的装饰 触及了书签表面 她刚要深入进去 穿透到另一面 奥黛丽顿时就感受 受到了强烈而虚幻的阻力 不正常的阻力 这阻力一闪而过 细针戳出了一点小印子 险些刺穿过去 真的有反应 真的有古怪 奥黛丽眸光一凝 没敢再世 将手抬了起来 把书签放到了桌面上 接着她望向苏西 镇定地吩咐女仆安妮道 你带她去灌喜室 是小姐 安妮忙领着苏西离开了这个展厅 趁此机会 奥黛丽将手里的耳钉丢到了地上 随即偏头望去道 不好意思 我耳钉掉了 另外的女仆忙靠拢过来 拾起耳钉帮她戴上 这个插曲转瞬而逝 众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手稿上 等到他们大致翻看了一遍 安保人员迈克斯利维摩尔 忙将书签加入 重新合拢了玻璃罩 接下来的几个展厅里 奥黛丽依然兴趣浓厚 就像之前一样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等到离开博物馆回到家里 她才找机会送念出语者的尊名 报告了事情的结果 我按照您卷者的要求 损伤了那张书签一点 她 她有不正常的反应 下午好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愿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468集 有不正常的反应 看来真的是泄渡之白 得到回复 进入挥雾之上的克莱恩 先是一喜 旋即莫名惊叹 正义小姐的效率也太高了吧 我下午才委托任务 她这傍晚就验证完毕了 而且这已经明显过了 王国博物馆的闭馆时间 读心者 也肯定是没有潜入类非凡能力的 她家的权势 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还好没有验证出奇怪的现象 要不然只能让正义小姐装无辜 把牌上交了 而这说明我和宝物无缘 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 思绪闪动间 克莱恩又听见了正义小姐后续的问题 愚者先生 那张书签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啊 如果您的卷者不愿意给予答案 就当我没问 当然是藏着一张亵渎之牌的秘密 克莱恩欣喜的无声感慨了一句 仔细想了想 他决定等亵渎之牌到手 再回应正义小姐 免得他太过震惊 表现出异常 让自身的行动受到不好的影响 克莱恩没急着返回现实世界 就那样坐在寂寅境空旷的古老宫殿内 思考起什么时候行动和怎样行动的问题 正义小姐对那张书签造成了一点损伤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被人发现 或者那张书签会因此慢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地方 吸引来关注的目光 所以不能拖延 不能等待 最好今晚就动手 各种想法翻滚沸腾了一阵后 克莱恩逐渐有了决定 紧接着 他根据上午观察的结果 具现出了王国博物馆一楼的布局图和周围的大致环境 望着这张图纸 克莱恩推演起不同的行动方案 很快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妥的计划 最后他再次做了占卜 确认危险程度 见没什么变化后 他回到现实世界 开始做各种准备 克莱恩原本想的是以自己回应自己的方式 画出记忆里的图案 伪造一张相似的书签 等潜入之后进行替换 确保此事很长一段时间内 没人察觉 没人知晓 等到事发 那将完全没办法追溯他 但是经过他反复的推敲 觉得这反而不好 只要伪造的书签被人发现 那最值得怀疑的就是今天 触碰过原本书签的正义小姐 不能为了保护 这正义小姐余很高的风险力 她可是为了帮助我才这么做的 克莱恩最终想好了 怎么不让人怀疑正义小姐的办法 那就是不仅仅窃取需要的那张书签 周围的部分一定拿走 包括某些较轻的图书 做好准备的克莱恩 拿出金壳怀表 按开看了一眼 耐心等待着九点之后 凌晨之前那段时间 太早 周围的民众还没睡下 不能满足他行动计划的需求 太迟 街道上将几乎没什么行人 仅仅走在路上都容易被怀疑 而这段时间 因为连环杀人案 整个贝克兰德都处于紧绷戒严的状态 这对克莱恩的行动有利 也存在不利 指针不断走动 随着夜色的加深 红月的月初 他们终于超过了九点 克莱恩揣好万能钥匙等物 拿上手杖 先是去了东区改换装束 接着分几次乘坐出租马车 抵达了距离西区国王大道 有不短路程的地方 而这个时候 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小时 零三刻钟 他最初的计划其实不是这样 他想的是用自己召唤自己 自己回应自己的方式 变成灵体状态 依靠极快的速度 飞越乔武德区到西区的路程 然后潜入王国博物馆 借助那种特殊 让人无法察觉的得手 不过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 因为有潜在的很高的风险 贝克兰德是有高序列强者存在的 而且不止一位 在连环杀人案弄得人心惶惶 却许久未破的情况下 说不定有高序列强者 在有意识的利用本身的非凡能力 或相应的封印物品 监控某些地域 而乔武德区到西区的路程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一个特殊灵体这样飞行过去 被发现的概率不低 这不能因为占卜结果说 有一定危险 但不是很高 就彻底忽略掉 因为占卜得到的 基本不是直观的答案 而是需要解读的启示 也就是说 有一定危险 但不是很高的结果 需要前提 那就是自身做出了相对较好的选择 所以克莱恩谨慎为上 修改了最初的计划 但保留了核心意思 多边形四坡屋顶上 分别站了四位穿泥制大衣的安保人员 他们忍耐着深秋夜晚的寒风 认真地审视着各自对应的方向 一旦有人靠近博物馆 哪怕借助树木和房屋阴影的遮掩 也很难瞒过他们的眼睛 仅仅从这个布置就能看得出来 接下这次委托的安保公司非常专业 还有半小时才能轮换 一位安保人员望向下方 巡逻房屋四周的同伴 抖了抖身体 而博物馆内 剩下的安保人员分成四批 按照不同的路线 有所间隔地巡视着各个展厅 存放罗塞尔日记的那个展厅内 机械之心小队队长迈克斯利维摩尔 戴着那可以直接看见怨魂幽影等 灵体类怪物的单片眼镜 提着马登来回做了检查 使而出去一趟 到别的地方确认状况 他的两位下属则始终待在小厅内 待在罗塞尔日记的旁边 但那个玻璃展柜上 还额外放了一样物品 那是一堆色彩斑斓的积木 他们拼成了博物馆一楼的微缩图景 这同样是一件封印物品 只要那些可以变形的积木 拼成对应的建筑 就能和真实事物建立起联系 一旦有人闯入 它的上面立刻就会有缩小的反应 当然这种对应有不少限制 隔得太远不行 他所拥有的积木数量不够拼凑也不行 而身处里面的人和物 没有外在的帮助 几乎无法离开 队长 你说真的会有人来偷这门笔记吗 完全看不懂啊 一位队员见麦克斯提着马登回来 闲着无聊的问了一句 麦克斯笑笑道 有些人对罗塞尔的崇拜非常狂热 不是你能够理解的 他们有的认为自己可以破解 只是需要更多的参考 有的则相信那些符号 本身就蕴含着神秘力量 只要找出正确的组合方式 他们就将获得非凡之力 以前的展览里 时不时就会抓到这样的罪犯 哦 所以我们才不把笔记收走 放入封印之地 这是等待有家伙来自首啊 另外一位队员有所恍然的问道 麦克斯点头道 送到面前的功勋 谁不想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469集 国王大道18号 靠近十字街口的那栋建筑物外面 克莱恩沿着阴影和有遮蔽的地方 时不时使用下万能钥匙走直线 终于抵达了这里 他再次拿出那枚形质古朴的黄铜色色钥匙 对准厨房的大门 无声拧动了一下 难以察觉的水波晃动间 克莱恩进入了里面 一路建门穿门 建墙穿墙 没惊动任何人的 找到了一间储物室 这把万能钥匙真的很实用啊 只是前两位主人都迷路迷到了危险的地方 商人不敢一直随身携带 克莱恩感叹了一句 收起那把黄铜色泽的钥匙 在旁边就是仆人睡房的情况下 拿出圣叶粉 抒发灵性 封锁了整个储物室 让里面的动静无法传出 然后他掏出一根蜡烛 摆放于正前方的箱子上 他打了个响指 让指尖冒出淡蓝色的灵性火焰 烛心被点燃后 他按照仪式魔法的流程 自己召唤自己 并到挥舞之上 自己响应自己 过了不到一分钟 克莱恩漂浮在了房间内 对面则是他眼睛失去了神采的肉体 熟悉了下这种感觉后 他包裹住古老精致的阿兹克同哨 让灵体变得稳固 变得强大 让房间内有阴冷之风 开始徘徊打旋 与此同时 他还借助这种力量 略微改变了虚幻灵体呈现出来的样子 使脸孔之上似乎涂了层油彩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拿上一盒街边随意买的常见火柴 在灵性之墙上切割出一道透明的门 借此走了出去 行动 他无声给自己鼓了下气 就像真正的鬼魂般 穿过了一户又一户的居民住宅 顺利抵达了王国博物馆的外围 无需开启灵式 这种状态下的他能清楚的看见每一位安保人员 他们的气场和情绪颜色毫无保留的出卖了他们 找到枯黄凋零的草坪和正对着展厅窗户的铁黑色灯杆 克莱恩没有仗着普通人无法看见他的优势 大摇大摆的过去 而是寻着阴影 寻着难以被注视到的路线 穿过树雕 穿过阻碍 小心翼翼的抵达了目的地 贴住了墙壁 他不敢保证那些安保人员里面 没有混入一位机械之心小队的成员 而此时此刻 屋顶上认真审视着各自负责区域的四位安保人员 就像真正的盲人 什么也没能发现 克莱恩没直接进入展厅 这既是因为他的灵感和直觉告诉他 博物馆一层被神秘的力量笼罩着 也由于他无法确认里面有没有非凡者 他按照预定的计划绕到了另一边 绕到了更靠近罗塞尔日记所在展厅的一处灌洗室外面 将随身携带的那盒火柴从通风口丢了进去 紧接着他飞了起来 飞入了二楼 放着罗塞尔日记的那个展厅内 两位机械执行小队的队员 突然听见了啪哒一声动静 他们同时侧头望向了玻璃展柜上 那积木拼出般的封印物 那按比例缩小的博物馆一楼模型内 有个灰点正在不断闪烁 所以进的那间怪洗室内 多了个无生命的物品 其中一位队员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另一位队员略微放松了一点 皱起眉头 用猜测的口吻说道 风刮进来的枯叶 有可能 最先开口的那位队员点了下脑袋道 等等让路过的安保人员去检查一遍 确认情况 队长让我们守在这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 尤其不能单独一个人离开 要是遇到最紧急的情况 他们可以携带罗塞尔日记一起撤离 好 他的同伴对此没有意义 博物馆二楼的办公区域里 克莱恩就像漂浮的游魂 穿过了一面又一面墙壁 向着复原书房的正上方飞去 不过他们没有飞得太快 一直感应着楼下的火种 计算着距离 当两点之间直线长度接近30米时 他抬起虚幻透明的右手 无声打了个响指 一楼的灌洗室内 那盒火柴抖得爆开 发出一道不大的轰隆之声 紧接着赤红的燕流窜起 点燃了纸巾 点燃了盆栽 点燃了木质结构的隔离门 这熊熊烈火暂时未蔓延开来 但声势足够的惊人 身在附近 听到声音的安保人员 立刻向着那个位置赶去 而监控着一楼全部情况的展厅内 两位机械知心小队队员 也同时看见了模型内的火苗 下意识就要赶去那里 这既是尝试灭火 也是准备抓捕制造混乱者 但是他们刚跑了两步就停了下来 同时记起了队长的吩咐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要离开这座展厅 离开罗塞尔比记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 戒备的望向展厅的两个入口 悄然拿出了属于自身的非凡武器 作为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非凡者 他们从来不缺装备 这时正提着马登巡视一楼不同展厅的 麦克斯利维摩尔也察觉到了动静 想都没想就往着罗塞尔日记所在的展厅方向赶去 确保物品安全的优先级是高于抓住潜入者的 而且麦克斯相信 不管对方有什么目的 只要进了这个被封印物影响着的房屋一层 进了各个展厅就没那么容易离开了 如果外面缺乏帮手 那个潜入者甚至将被困死在这里 而即使有帮手也得花费不短的时间来破除效果 麦克斯利维摩尔飞快奔跑 通过了一个个展厅 终于看见了两位同伴的身影 而这个时候 博物馆二楼的克莱恩 以根据记忆里的布局图 穿透门与墙 来到了复原书房的正上方位置 他没急着展开后续行动 而是先俯视了下方一眼 因为那石板相对较厚 克莱恩没能模糊确认下面是否存在气场和情绪颜色 只能张开双臂向前倒下 无声无息的趴到了地面上 塔虚幻透明的身影迅速模糊 融入了地板里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处 第四百七十集 一楼那悬挂着巨大水晶吊灯的天花板上 忽然凸显出了一张近乎无形的隐隐约约的人脸 这诡异的人脸俯视着展厅 眼珠不断转动 将该片区域各个角落的场景尽数收纳入了视线里 没有非凡者 没有安保人员 克莱恩嘟囔了一句 整道身影一下穿透天花板 半飞行半降速的落到了笼罩着玻璃的罗塞尔书桌前 他扫了一眼 没有犹豫的同时伸出了两只手 分别抓向创意手稿内的书签和那张宛若小孩涂鸦般的书签 他这是预防有强大的非凡者能用奇妙的手段回溯这里的场景 所以要展现出自身并不知道哪张书签有异常的情况 让调查者无法怀疑只触碰过一张书签的正义小姐 得到阿兹克同少加持的灵体略显质色的通过玻璃罩 稳稳拿住了那两张书签 然后将它们包裹于了灵体内 做完这一步 克莱恩内心大定 不再有明显的忐忑和紧绷 他再次伸出双手 抓向别的书签 响亮凄厉的婴儿呼喊声 突然回荡于了展厅内 它是那样的虚幻 就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 克莱恩的身体祸得僵硬 如同湖水遭遇了超低温 一下出现了明显的冻结 处于灵体状态的他都仿佛被冻结了 伴随那一阵又一阵婴儿哭声的 是一道道黑色细缝 他们围在克莱恩四周 就像不连续的铁栅栏 仅仅瞬息 其中一道黑色细缝裂开了 里面是一个布满血丝的眼球 眼球的中央是一个幽深的瞳孔 那里有寸发般的白色小虫 在不断的蠕动爬行 一只两只三只 那些黑色细缝相继打开 一个又一个的奇鬼眼球 凸显于了半空 他们密密麻麻 冷漠而无情的注视着克莱恩 随着他们的出现 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下来 就连虚幻灵体都无法穿透 克莱恩甚至难以感应到灵界的存在 难以看见无穷高处那形状不同的道道透明身影 难以看见不同颜色的 蕴藏着诸多知识的宁静光滑 你为什么只拿书签 一道柔和但不含感情的女性嗓音 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 他将立在原地 只见最前方有个分为两层 快抵住天花板的高大书架 那里有楼梯和通道 环绕着一侧侧书籍 其中最顶端的阶梯上 坐着到被黑暗遮掩住的身影 那身影穿着黑色皮靴的双脚垂了下来 靠住木制楼梯 悬于半空之中 我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这是机械之心的强者吗 不 也许是高序列强者 念头一闪间 克莱恩没做回答 微眯起了眼睛 你为什么只拿书签 你从哪里知道要拿书签 那道身影再次问道 柔和里多了一点严厉 周围那一个个满是血丝的眼球迅速扩大 似乎要将整片空间全部占据 他话音未落 克莱恩涂抹着油彩般的脸上 忽得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虚幻近乎透明的身影 瞬间消失 不知去了哪里 就连包裹在他灵体内的阿兹克同哨和两张书签 也随之不见 挥舞之上 维俄宏伟的古老宫殿内 克莱恩的身影 豁然浮现于斑驳长桌的最上手 他往后靠住椅背 轻笑了一声道 哼 还好我早有准备 他的灵体状态不是本身的非凡能力 不来自于肉体与灵体的互相转换 只是自己召唤自己 自己响应自己仪式的产物 而这个仪式的力量 源于挥舞之上这片神秘空间 源于他的特殊 所以 克莱恩只要得手 根本不需要进行逃离的尝试 直接结束掉召唤 就能回到挥舞之上 然后再从这里 瞬间回归现实世界中的肉体里 因为挥舞之上这片空间 能隔断永恒猎阳 真实造物主等神灵的力量 所以 克莱恩相信 没有神灵干扰的情况下 召唤的宗旨不会被打断 只要对方不第一时间杀死他的灵体 或者直接让他昏迷 克莱恩就有把握逃离 这也就是他不想变成灵体后 还长途跋涉过来的原因 间隔太长 变数太多 窗外淡而暗的飞红月光照入 坐在书架之间一处阶梯顶端的那位女子 沉默地望着书桌前方 望着克莱恩原本所在的位置 周围婴儿的哭声和那一只只眼球 已消失不见 不知过了多久 阶梯的顶端忽然空荡 像是从来没有谁到过那里 存放罗塞尔日记的展厅内 麦克斯利维摩尔对两位队员道 你们看守好这里 我去寻找那个潜入的家伙 他肯定还被封印物的力量 困在一楼某个地方 说话的同时 他望向了那件封印物 望向了博物馆一楼的模型 想找到属于潜入者的那个红点 迅速锁定对方的位置 可是他看了又看 数了又数 却怎么都觉得不对 人数根本没有增加 这 麦克斯利维摩尔僵硬在了原地 国王大盗18号 某位富商的储物室内 克莱恩的眼睛重新焕发出了神采 嘴角则一点点翘起 他将书签和阿兹克同哨都留在了挥舞之上 节省时间的回归到了身体内 熄灭蜡烛 结束掉仪式 克莱恩处理了下现场 用专门调配的药水 中和掉了圣叶粉和仪式内那些精油纯露的味道 做完这一切 他解除灵性之强 让豁然荡起的风吹散了剩下的痕迹 接着他拿出万能钥匙 要穿过一栋栋房屋到远处乘坐出租马车 用手杖确定好方向 免得迷路返回王国博物馆或者去了某个教堂后 克莱恩开始快速前行 不断用万能钥匙开门开墙 就这样直线走了一阵 他忽然有些把握不清楚自身的位置了 哼 再两栋房屋就出去 如果已经不在国王大道 就找一辆出租马车 或者再占卜一下 回家之后立刻研究泄露之牌 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 将黄铜色泽形至古朴的钥匙抵在了墙上 轻轻拧动 无形的水波荡开 克莱恩来到了连排别墅的隔壁洞 这时他鼻子抽了一下 闻到了强烈的血腥味道 强烈的血腥味道 克莱恩眉头一皱 抬眼望去 看见前方客厅里导致被女士 那女士的表情满是痛苦 腹部有一个很大的伤口 里面的内脏似乎已全部不见 与此同时 克莱恩听见了呵呵呵的声音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四百七十一集 第十二集 那个恶魔杀手 看到尸体听见声音的瞬间 克莱恩根根汗毛倒数 知道自己遇见不好的事情了 他的视线内 客厅的装饰 以明皇亮丽为主 茶几沙发等事物 没一点一场 只有那块地毯染上了鲜红的血液 并缓缓尽开 腹部伤口内空空荡荡的女士侧方 蹲着一条体型很大的黑狗 她嘴巴半张 露出一根根尖锐锋利 让人发抖的白牙 而每根牙齿之上 还生长着铁锈般的暗红痕迹 这似乎是长久啃食血肉 却没经常清理的结果 此时此刻 那条大型黑狗的几根牙齿上 还缠绕着血色的小肠 并有撕碎的生肉 点点簇拥 她的脑袋移了过来 岩浆般的双眼 映出了做工人打扮的克莱恩 映出了她有所伪装的脸庞 大型黑狗的喉咙里 发出了一声示威般的吼声 真的是动物 它是徐列六的恶魔 快要晋升的恶魔 而我今天做的准备 都不是针对它的 克莱恩脑海内瞬间闪过了这么几个念头 豁然之间 那条黑狗的身体飞速膨胀 变成了足有两三米高的怪物 它的背后一对巨大的蝙蝠羽翼 缓缓张开 耳朵旁边则有布满神秘花纹的羊角在生长 它湿润闪亮的毛发之内 跳跃出了朵朵赤红带蓝的火焰 浓烈的硫磺味道随之散一开来 几乎是同时 克莱恩原地一蹬 不退反尽的挥出了手杖 就像炮弹一样冲向了那只恶魔巨犬 黑色的恶魔巨犬迅捷前扑 长着根根尖刺的狗爪 挥出了残影 一下就拍到了克莱恩的身上 无声无息间 它的狗爪穿透了那道身影 就像穿透空气 克莱恩的身影随之暗淡 迅速透明 这只是幻影 是克莱恩制造出来的幻觉 而这个时候 他本人以就地翻滚 靠近了突渡窗 然后左手一按一撑 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直直撞向了那扇玻璃 辨认出敌人是谁后 他就打定主意 立刻逃跑 那恶魔巨犬健壮 岩浆般的眼睛顿时变亮 里面似乎有火焰在熊熊燃烧 他张开嘴巴 弥漫着恶臭的发出了一个满是污秽之意的单词 来源于恶魔语的单词 死 克莱恩的身体顿时停滞 心脏仿佛被无形之手狠狠攥住了 这凝固于半空的身影 瞬间就变薄变淡 变成了一个剪裁粗糙的指人 而这指人之上 染满了红袖 斑驳的红袖 南风先后的两声动静里 克莱恩的身影再现 撞破突渡窗 扑向了外面石板铸就的阶炎 替身指人则缓缓飘落 燃烧起了散发硫磺味道的火焰 恶魔巨犬嘀吼一声 猛然在扑 已是跃到了窗台上 而一团透着蓝色的赤红火球 从他的口中飞了出来 轰向了敌人逃跑的道路 克莱恩刚一落地 当即又接了一个翻滚 那带着蓝色的赤红火球砸在旁边 却没有立刻爆炸 似乎被无形之力影响着 迟缓着 等到克莱恩连滚带跃地逃出一段距离 那火球才膨胀炸开 碎裂了周围的石板 眼见恶魔巨犬要追击而来 克莱恩早有准备地张开了嘴巴 他扯着嗓子喊道 杀人啊 救命啊 杀人啊 救命啊 这声音似乎被附加了特别的效果 在安静的夜里远远荡开 惊醒了整条街道的居民 传住了隔着两条街的巡逻者耳中 恶魔巨犬铺鸡的驾驶一下顿住 想了一秒后 他退回了房间内 开始收拾现场 而克莱恩狂奔的身影 也在杀人了 救命啊的呼喊声里 瞬间消失不见 旁边某栋房屋内 早被熄灭的壁炉内 残余的木炭 豁然重燃 并腾起了夸张的火焰 克莱恩就像在表演魔术般 显现在了这盘火焰里 轻轻一跃 便拿起手杖 跳了出来 然后 他利用万能钥匙 玉门开门 逢墙穿墙 往着另一个方向 快速逃顿 这种时候 没有非凡之力的呼救 可比靠砰砰砰的魔拟 发音开枪有用多了 克莱恩边感叹 边拿出一瓶安曼达纯鹿 滴了几滴在身上 因为那恶魔的原本种族是狗类 所以他得提防对方的特殊能力里 有文器未追踪这一项 就这样 一直穿到了另外的十字接口 克莱恩才停顿下来 打量四周 眼见这里较为安静 尚未受到什么影响 他忙走到街边 雇用了一辆出租马车 等到马车在深夜里 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 克莱恩才真正松了口气 知道那个恶魔 不会追赶上来了 万能钥匙还真是古怪啊 竟然让我迷路 迷到了杀人现场 以后使用它 得谨慎谨慎再谨慎 那真的是动物变成的恶魔 它的魔药和配方 从哪里来的 它是否还有一个人类同伴 它当初连环杀人案的目标 又是怎么挑选的 嗯 值得欣慰的是 确定了这一点后 它再想作案 就会困难很多 被抓住的概率也会大增 一个个想法 一个个疑惑 在克莱恩心中冒出 马车则飞快地奔驰于 宽阔无人的道路上 奔驰于一盏盏 煤起路灯之间 忽然 克莱恩心中一动 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 一幅画面 一根根豌豆藤 从天上倒垂而下 交织成茂密的森林之路 马车夫却毫无所觉地 驾驭马车 继续行驶于那些绿色植物之上 不好 克莱恩没有犹豫 猛地扑向车窗 要跳跃到街上 车厢震动 它被反弹了回来 与此同时 那一根根豌豆藤 真的垂了下来 克莱恩皱起眉头 试图操纵火焰 点燃车厢 可是 他的响指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这时 四周已变得异常安静 就连马蹄踩踏绿色植物 和车轮飞快碾过的声音 都消失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赞美女神 第472集 克莱恩竭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望向窗外 只见马车已沿着弯豆藤 交织成的道路 行驶到了半空 这 这不是贝克兰德 他眯了下眼睛 就在这个时候 马车停了下来 窗外是弯豆藤 在半空连城的吊床般的座椅 一双穿着黑色皮靴的脚 从那里垂落 一道柔和 却不含感情的嗓音 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 你刚才在做什么 是博物馆那个女人 一次高虚的强证 她好像没认出我 毕竟我之前用阿兹克同哨做了伪装 她应该是听见呼救声才过来查看的 克莱恩的思绪在此刻变得异常活跃 他故意吞咽了口唾沫道 我是一名私家侦探 我和很多朋友一块 在调查最近的连环杀人案 我有一件叫做万能钥匙的神奇物品 可以开门穿墙 但会造成迷路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 我直接撞上了案发现场 因为不是对手 所以只能边跑边喊救命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他说完之后 外面短暂没有回应 可他却感觉有一道视线 穿透了车厢 穿透了阻碍 直接在审视自己身上携带的物品 还好 保险起见 我把阿斯克同哨和书签 都留在了会晤之上 此时此刻 克莱恩是如此的庆幸 谨慎和小心 果然是有用的 那无法言喻的 分外难熬的沉默后 柔和但不含感情的女生 终于开口了 那把钥匙有一定的诅咒 非必须不要使用 他话音刚落 四周的一切豁然改变 什么弯豆腾 什么森林之路 什么通往半空的途径 全部消失不见 马车依然行驶在大街上 行驶在造型典雅的铁黑色煤气路灯之间 克莱恩一直提着心 直到马车抵达东区附近 他付出了巴苏勒的车费 正常情况下 出租马车不会进东区任何街道 因为那很可能被抢劫 在黑棕驴街那个一居室内 克莱恩更换好衣物 直接睡下 没试图在凌晨之后返回明斯克街 第十二起凶杀案出现 贝克兰德的状况肯定更加紧绷了 外面必然有各种盘查 他也没立刻去挥舞之上 研究那张书签的秘密 表现的就像他刚才对神秘女子描述的那样 只是一个低序列的 有些非凡能力的私家侦探 今晚还真是意外平线 相当刺激啊 我就偷个东西而已 大部分问题都得怪万能钥匙 克莱恩自嘲了一句 很快进入了沉眠 第二天清晨 他呼吸着呛鼻且刺激喉咙的雾气 慢悠悠回到家里 顺便取了信报箱中的报纸和信件 开门之后 他随手摊开报纸一瞧 发现偷版偷条的标题不出意外 第十二期 恶魔在线 警方宣称已锁定凶手 至于王国博物馆展物被窃之事 只在不显眼的地方被提了一句 甚至没说被偷的是什么物品 与报纸一块送来的没邮票的信 则是水费账单 需要克莱恩自己去缴纳 他瞄了一眼 就随手丢到茶几上 自身回到二楼烧水泡澡 等到水雾弥漫于浴室 他才抓住机会逆走四步 进入灰雾之上 维俄不变的古老宫殿内 克莱恩坐了下来 拿起了那张描绘有罗塞尔皇帝形象的书签 得到你 真不容易啊 他轻轻摸索那硬直表面 无声感叹了一句 从外表来看 那张书签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罗塞尔的肖像画在纪念展上随处可见 皇帝形象和仍然处于中年般的状态 同样如此 克莱恩翻来覆去审视了几遍 找到了一个被戳出的细小印记 确认这就是正义小姐验证过的那张书签 他尝试着蔓延自己的灵性 慢慢灌注入内 结果就像对普通的物品一样 灵性只是流淌覆盖 并未渗透 也没能制造出任何异变 也是 罗塞尔的想法是寻找一个有缘人 不会专门信定为非凡者 克莱恩想了想 改用福萨克语低沉发音 海盗王 书签依旧没有反应 他又用古福萨克语 因蒂斯语 鲁恩语等试了试 可还是只能收获同样的结果 至于巨人语 精灵语 巨龙语等神秘领域的语言 因为太过限定目标 克莱恩只能没抱什么希望的 尝试了一下 毫无疑问 他失败了 紧接着 克莱恩用回福萨克语 翻译道 One piece 书签安静地躺在他的掌心 没有表现出一点异常 克莱恩按照刚才的流程 又用不同的语言试了一次 结果不断遭遇起挫折 看来我最初的猜测是错误的 青年时期的罗萨尔会用海贼王的梗来开玩笑 年老时代的他未必会这样 人总是会老迈 会愿化的 克莱恩反省了下错误 用手指轻敲着斑驳长桌的边缘 力图从日记中透露出的些许信息里 推理出开启办法 过了一阵 他具现出纸笔 将思考的过程 梳理记录了下来 免得出现混乱和矛盾的地方 在这件事情上 罗塞尔既是疯狂绝望的 也明显表现出了恶趣味 有缘者得知 这个不符合当前世界语言习惯的描述 就是证明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他当时真的想让某人 机缘巧合的发现 亵渎这牌的特殊 既然是这样 开启的办法就不会太难以想象 日常生活里有出现的可能 罗塞尔需要的 是偶然间的巧合 比如 当拿着没有价值的书签 随口念出了一个 特定的词汇时 那么恭喜你 你获得了奇遇 哼 这很符合那种恶趣味 按照这个逻辑推断 不同的亵渎之牌 应该有不同的开启咒纹 只用一个单词 就可以激发所有亵渎之牌 这种事情 显然不是罗塞尔的风格 那这张牌的开启咒纹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 常用的 时刻会说的那些 还有 制造亵渎之牌的时候 罗塞尔的状态是绝望的 疯狂的 不舍得留恋的 挣扎的 愤怒的 可以试着带入这种心情 假如我是那个时候的罗塞尔 想象一下 会设置什么开启办法 克兰恩 停下钢笔 扮演起罗塞尔 试图找到灵感 他先用各国语言 加古福萨克语 试了些咒骂和 稀计方面的词语 可耻地收获了失败 紧接着 他揣摩起一位 濒临绝境的强者 最不舍 最留恋的 会是什么 他的妻子 玛蒂尔达 这么风流的家伙 对原配应该 没那么深的感情 他的孩子 长女贝尔纳黛 长子夏儿 四子伯洛瓦 根据日记 最让他难以释怀的 应该是他的女儿 可能成为 神秘世界大人物的 贝尔纳黛 克兰恩停顿下来 吸了口气 准备做新的尝试 贝尔纳黛 他用因地思语念叨 书签毫无反应 克兰恩又相继改用了 鲁恩语 高原语 福萨克语 可依然没能得到 希望的结果 他叹息了一声 低沉的嗓音 发出了对应的 古福萨克语音节 贝尔纳黛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舍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会带来好运 第473集 贝尔纳黛 这名字没有特殊之处的 回荡于了空旷寂静的挥舞之上 克莱恩正在寻找新的灵感 忽然感觉手中的书签沉了一下 他旋即生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 疯狂的吸纳起克莱恩的精神 对普通人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负担 但对序列期的魔术师而言 实在算不上什么太严重的消耗 克莱恩轻轻就撑过了这道关卡 难掩欣喜的望着掌中的事物 书签之上 明镜的光芒一点点腾起 外面的罗塞尔皇帝形象 随之焕然一新 他坐在了古老的十字宝座上 头顶带着一个镶嵌着各种宝石的黑色皇冠 他穿着漆黑的盔甲 盖着铜色的披风 手里握着拳杖 眼睛冷漠前望 书签的左上角 璀璨的心灰 凝出了一行文字 序列灵 黑皇帝 序列灵 果然藏着神之秘密 黑皇帝 竟然是序列灵 克莱恩 勤着笑容 半感叹 半诧异的想到 紧接着 那张书签变得立体 仿佛一侧 微缩的书籍 书籍 无风而动 展现出了一个 戴着白色头套的 罗塞尔形象 旁边则有相应的 古弗萨克语文字描述 序列九 律师 善于发现 并利用规则的漏洞 和对手的薄弱之处 拥有非常出色的口才 和思辨逻辑 魔药配方 克莱恩扫了一眼 配方材料 没有细看的伸手 触碰了一下 书籍随之翻译 序列八 野蛮人 不能用法律解决的问题 必将付诸力量 这同样是规则的一种 这个序列的非凡者 对精神方面的影响 拥有相当高的抵抗能力 魔药配方 随着克莱恩的触碰 亵渎之牌 呈现出来的书籍 一页又一页的翻动起来 序列七 贿赂者 序列六 腐化男爵 序列五 混乱导师 序列四 堕落伯爵 序列三 狂乱法师 序列二 伤之公爵 序列一 世序亲王 序列灵 黑皇帝 大致浏览了一遍后 克莱恩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感叹 这真的藏着 成神的奥秘啊 难怪这个途径的 非凡者到了高序列 会是只建立国度 会行走于大地之上 因为成神的仪式 就要求这么做 要从序列一 世序亲王 晋升为黑皇帝 需要的仪式是 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度 让自身的名字和皇帝 这个称号联系在一起 成为民众的常识 并且还需要建立一套 严密复杂 但却有为正常情况的规则 包括建筑风格 接着 驱使民众秘密建立 九座类似金字塔的灵寝 然后进入其中一座 在绝大部分民众都参与的 散布于不同城市的 相应祭祀仪式里 服侍下序列灵的魔药 一旦晋升成功 在那九座秘密灵寝被全部摧毁前 黑皇帝不会真正死去 哪怕消亡 他也能从其中一座灵寝内 苏醒归来 更为可怕的是 即使成功是神 并破坏了全部九座灵寝 只要那位神灵建立的秩序 还有一定数量的残存 那他同样有可能诡异复生 这似乎是钻了死亡的漏洞 要想让他彻底泯灭 最好的办法是 出现新的黑皇帝 罗塞尔在最后 这么意味深长的提了几句 另外克莱恩也知道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某条途径 一旦有了序列灵的真神 就不可能再出现序列一的非凡者 一个都不可能 如果没有序列灵 那同一途径内序列一最多三位 这属于非凡特性守恒 和不灭定律的细节性内容 根据黑皇帝这张亵渎之牌 对十个序列的描述 克莱恩明显看出 该条途径最大的特点是 逐渐演变为秩序的阴影 罗塞尔还提到了一点 那就是晋升高序列后 手持这张亵渎之牌 会与本身需要的非凡材料 产生某种微妙的感应 当然 仅限于黑皇帝途径 对应的高序列者 可惜啊 这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克莱恩看着亵渎之牌 重新变薄 化成一张扑克牌 但是他已不再伪装 表面就是坐在十字宝座上的 罗塞尔 就是序列灵 黑皇帝 克莱恩 沉默几秒 无声感慨道 这张牌对我最大的作用 就是拿配方 换取需要的物品 其次 是关于神灵和序列的一些知识 除此之外 几乎没什么 派得上用场的地方 至少这样一来 作为塔罗会的首领 作为愚者 我不再是空壳了 我掌握了一条神之途径 不至于连个高序列的配方 都拿不出来 嗯 我记得智慧这眼老先生 当组织的非凡聚会里 那位背后疑似有工匠的女士 一直在求够 野蛮人这个魔妖配方 思绪翻腾间 克莱恩又看了眼 黑皇帝牌上的罗塞尔 忽然失笑道 他每个序列都使用自己的形象 这次恋 我忽然很好奇 魔女途径对应的协图之牌 会是什么样子 收敛出各种想法 克莱恩破坏了下顺手取来的另外那张书签 发现他就只是一张普通的书签 做完这一切 他改变坐姿 靠住一背 回应起正义小姐昨晚的祈求 低沉平淡的说道 那是一张罗塞尔制作的 亵渎之牌 下午好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474集 皇后居 霍尔伯学家 餐厅内 按照惯例 奥黛丽正和父亲 母亲 哥哥一起做餐前祈祷 赞美女神 他在胸前顺时针点了四下 以这句话作为收尾 可是他话音未落 被眼皮遮住的视线内 却弥漫起浓郁的挥舞 一道俯视着所有人 所有物般的身影 高远而威严的开口道 那是一张罗塞尔制作的亵渎之牌 愚者先生 亵渎之牌 终于等到回应的奥黛丽先是一喜 玄机微微发愣 不明白所谓的亵渎之牌 究竟指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有了猜测 他一直都知道 罗塞尔大帝制作过一副隐秘的 象征着某些未知力量的纸牌 这副纸牌共22张 被认为是塔罗牌参照的对象 而且他还听道调人说过 内副纸牌藏着的秘密 是神之途径 是成神之路 原来它叫亵渎之牌 和亵渎石板对应 这绝对是神秘世界里 最顶级的宝物 神之途径啊 难怪愚者先生的卷者 要请求帮助 确保真是那张牌才行动 免得出现错误 如果没有拿到正确的目标 反倒会让蒸汽教会醒悟 某张书签里 藏着亵渎之牌 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 蒸汽教会的非凡者 都没来做例行性的询问 或许 他还在谋划 身体引有战力间 奥大利又在浓郁的挥舞里 看见了一个祈祷的人影 模糊到极点的人影 他正尊敬地说道 伟大的愚者 请向验证者转达我的感谢 这让我的行动非常顺利 为此 我愿意将报酬提高到三千磅 从上位支付的五千磅里扣除 这是对方应该得到的份额 成功了 这就成功了 可我刚才看那些报纸的头版时 都没有掌握被窃的新闻呢 全都是连环杀人案 第十二位受害者出现的消息 将报酬提高到三千磅 说明语者先生 卷者的行动 确实是成功了 他没有让任何人察觉 就取走了那张 藏着亵渎之牌的书签 这可真是帅气啊 罗塞尔大帝发明的这个词汇 虽然不够文雅 不够矜持 不够符合贵族的身份 但却是我现在唯一的感受 我们塔罗会掌握了一条 完整的神之途径 应该是完整了吧 不知道会是哪条 可不管怎么样 这都象征着成神之路 在语者先生的光辉下 我们总有一天 会成为最顶尖 最厉害的隐秘势力 不知道别的书签里 有没有藏着亵渎之牌呢 奥黛丽控制住激动的情绪 又向往又自豪的任由用餐女仆 帮自己铺好餐巾 他眸光一转 望向有边用早餐边看报纸习惯的霍尔伯爵 爸爸 今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闻吗 那个恶魔又杀害了一位无辜者 第十二期了 那是一位刚出名没多久的时尚设计师 仅仅因为贫困难以支撑的时候 坐过几次战舰女郎 他就遭遇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幸运的是 这次有目击者了 有人目睹了那个恶魔犯下血案的场景 他被吓坏了 不停的在街上大喊杀人了 救命啊 但是他的呼喊和求救非常有用 那恶魔没有追赶上去 警察们借此锁定了嫌疑人 正在紧张地搜捕住 奥黛丽再次于胸口画出飞红之月道 愿他们的行动成功 爸爸 听你刚才的描述 那真是一幅又可怕又好笑的场景 希望那个目击者之后不要因此做噩梦 而就在同一个晚上 愚者先生的卷者 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从重重保护的博物馆内 取走了亵渎之牌 澳大利向往的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并自我填充了一些细节 王国博物馆内 复原的书房中 确认只有两张书签被盗骂 机械之心小队队长迈克斯利维摩尔 询问了队员 说话的同时 他偷偷瞄了眼 站在书桌前背对着自己的大人物 那是一个身穿白色牧师袍 头戴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 那是争契与机械之神教会 贝克兰德教区的负责人 神前会议成员 大主教霍拉米克海顿 这位大人物不仅仅是神职人员 还是非常出名的科学家 贝克兰德大学物理系荣誉教授 对 只有那两张出现被盗 被问话的队员相当笃定的回答道 麦克斯轻轻汗手 望向霍拉米克海顿 想了想 斟酌着问道 大主教阁下 昨天傍晚闭馆后 有一些贵族子弟前来参观 他们有触碰部分展物 包括失窃的两张书签之一 需要让他们配合调查吗 这件事情我知道 霍拉米克双手自然低垂的转过身体 语气平和的说道 我已经确认过了 那些贵族子弟和头盗书签的窃贼 没有任何关系 不需要再让他们配合调查 是 大主教阁下 麦克斯本身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更何况海顿大主教有足够的神秘学知识 和各种非凡技巧来确认 霍拉米克有一张很温柔 很慈祥的脸庞 此时同样没表现出丝毫的愤怒 他环视一圈倒 而且昨晚在这里的不止一个人 至少有两位分成了彼此对立的两方 其中一位的序列甚至可能比我还高 另外一方却奇怪的逃掉了 虽然我无法还原完整的场景 但有些事情还是看得出来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说到这里 他叹息道 唉 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窃取书签了 我们被罗塞尔骗了一百五十多年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808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四百七十五集 三千鲍真是让人肉疼 我攒了那么久还不到一千鲍 不过亵渎之牌是无价之鲍 拿钱都还不到 正义小姐在这件事情里的贡献 也绝对值这个家 还好 这都是从她欠我的里面扣 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 以后要是遇上阿兹克先生 我就用高序列的配方 支付那一万五千镑 属于卷酒的报酬 其他的泄赌制牌 不知道又被伪装成了什么样子 照大帝的性格 应该都挺出人意料的吧 克莱恩结束回应 望着宫殿外面的挥舞海洋 无声感叹了几句 谨慎为重 他暂时将那张黑黄地牌 留在了挥舞之上 留在了愚者座椅正对着的青铜长桌表面 同样的 还有阿兹克同哨 等返回现实世界 他又举行仪式 自己召唤自己 把万能要是这迷路与倒霉的结合体 这负面影响看似不大 可真要遇到严重情况 却可能要命的封印物 丢到了挥舞之上 打算没事不用他 万能要是仅仅是一个刚晋升血裂九的倒霉家伙的一物 竟然有这种中序列非凡者都无法削弱的负面影响 看来那位学徒当时的失控有额外的因素啊 于是有了不寻常的地方 这么一想 我之前的决定是对的 探索大桥南区威尔迪街32号的事情 要谨慎 要做好准备 必须明确一点 封印物的效果 不一定和吸出它的主人序列完全相关 必须考虑多重因素 比如 有没有被邪神污染 克莱恩用便凉了不少的水洗了个澡 一身清爽的走出了灌洗室 到楼下享用起顺路买回来的玉米薄饼 这是费内波特王国高原地区的特色 又脆又香又甜 吃饱喝足 他又推敲了一下昨晚的经历 看是否有遗留线索给别人 其实拿着万能钥匙 如果本身不是非凡者 也不可能在一个恶魔的手下逃脱 当时那位神秘又强大的女士 肯定确认了我不是普通的自家侦探 我也没想过能隐瞒这一点 她没有把我抓走 说明她要么是对野生非凡者 有一定好感的官方人员 要么就不属于三大教会 不属于军方 我倾向于后一点 前者大概率会没收万能钥匙 我当时都有点绝望了 还以为会被当成一般的非凡者 关押到蒸汽教会的弟弟 甚至已经开始考虑 该怎么越狱的问题 谁知道她就那样走了 她是哪个组织的 或者野生呢 不 野生的非凡者到了这么强大的程度 必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 那条恶魔犬肯定会用非凡能力 抹去自身相关的线索 这自然也就包括我的 在神秘学领域 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而那位女士很可能也不适宜曝光 我逃跑时的线索看来也被干扰了 至于博物馆内的事情 他们要找特殊的灵体 奇怪的存在 和我夏洛克莫里亚迪有什么关系 克莱恩自我调侃了一句 内心愈发的安定 当然 他敢于回家也是事先占卜过的 就像他不害怕博物馆内有完全无法解决的陷阱一样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今天做什么呢 练习非凡能力顺便去克拉格俱乐部曾吃的 不知道职业者待罚者他们有没有确认凶手 要不要再写封信给爱新格斯坦顿提示一下 思绪翻滚间 克莱恩听见外面有人靠近又远离 又有信 他疑惑开门 果然看见信报箱里躺的一封信 这封信来自爱新格斯坦顿 回到客厅 克莱恩拿起财信刀 随手拆开封口 取出了爱新格斯坦顿寄来的信 那位知名大侦探在信上写道 你的想法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请允许我先在这里做出感谢 收到你寄来的信号 我们立刻就组织人手排查了一些重点区域 果然发现了相应的线索 不少经常出没于附近被居民们记住的流浪洞 陆续都不见了 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还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四年前那起连环杀人案中 对 目标是单身 且有一个孩子的妓女内气 不少住在案发现场周围的人曾经提到过 最有嫌疑的那个少年虽然孤僻 阴狠 但他对动物却相当有爱心 尤其是一条体型较大的黑狗 那个少年死于黑王火兵后 周围的人们再也没有见过那条黑狗 我很好奇 现在他的主人是谁 是更久之前 谋起未迫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吗 以上的事情 都在第十二级凶案现场得到了一定的证明 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让警方初步锁定了嫌疑者 如果一切顺利 案犯被逮捕之后 我们就能获得绝大部分的赏金 我的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你的贡献 不会忘记你的每一份 爱心格斯坦顿似乎有点怀疑 我知道了恶魔的真相 所以故意暗示了一些事情 克莱恩放下信指 无声嘀咕道 不过这封信也让他真正放下了心 官方非凡者们没有找错对象 那条恶魔巨犬 如果没有得到另外的帮助 被抓获被击毙 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爱心格斯坦顿猜测 对方还有位主人的事情 克莱恩缺乏足够的证据确认 只能说有一定的概率 总之 我的任务到此为止 接下来就是职业者代罚者 机械执行小队的事情了 克莱恩抽出崭新的纸张 拿起原副钢笔 给爱心格斯坦顿 回了风充满谦虚意味的信 并对他那些微妙的暗示 置之不理 就像一位真正的普通私家侦探一样 又捡了个纸人 出门寄好信后 克莱恩夺不来到公共马车等待点 一身轻松的想到 接下来就可以等着收钱了 雷帕德说 自己要连看三天罗塞尔纪念展 我得等周六再去找他 支付最后一笔款项 希望到时候自行车的专利 已经申请下来了 唉 贝克兰德专利局的工作效率 似乎一直都不高 克莱恩刚才已经想好了今天的安排 在非凡者聚会没法召开 买不到相应物品的情况下 他突然空闲了下来 短暂竟不需要再忙碌 上午去克拉格俱乐部 练枪练非凡能力 并在那里用午餐 接着找家叫好的马戏团 观摩一下魔术师的表演 看能不能得到点灵感 他掏出金壳怀表看了一眼 心情不错的登上了公共马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蠢 第476集 西尔斯顿区克拉格俱乐部 因为克莱恩每周至少过了两次 所以试者们全都记住了他 不需要他再出示会员证明和白双星座徽章 此时是周三上午 克拉格俱乐部的成员 则大部分属于较有地位的中产阶级 从事着固定的颇为体面的工作 不是周日 不是年假 不是下午茶时间 很难过来 宽敞明亮的大厅显得异常空荡 只有角落的茶几沙发区域 坐着那么几个人 一眼扫过那里 克莱恩看见了位熟人 于是上去打了声招呼 塔利姆 今天的天气是那样的吧 你应该在赛马场的 那位熟人正是在玛丽太太拜托下 介绍他加入俱乐部的贵族马术教师 塔利姆杜蒙特 他曾经还给克莱恩带来过一桩生意 那就是保护每日观察报的记者 麦克约瑟夫到金玫瑰做调查 塔利姆抬起脑袋 摸了下自己的棕色短卷发 露出笑容道 大侦探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我很久没看见你了 那是你好几天没来俱乐部了 克莱恩笑着坐到了塔利姆旁边的沙发上 在帮警察们调查那起连环杀人案 虽然不一定能有收获 但赏金足够诱人 而且和警察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 对我们私家侦探来说非常重要 以上都是在吹牛 我只是一个被召集了不起眼的角色 他在心里自我调侃了一句 坐在他们后面那个沙发区域的几位会员 则在一位疑似股票经纪人的男士引导下 讨论着最新的西部铁路股票和东拜朗种植园股票 对克莱恩的回答 塔利姆没有任何怀疑 呵呵笑道 这果然是大侦探忙碌的事情 寒暄了几句后 他逐渐进入了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 就在克莱恩打算告辞去地下靶场时 塔利姆突然望向他道 莫里亚蒂先生 我能请教一个问题吗 你可以收咨询费 这单免费 还有叫我夏洛克就行了 塔利姆轻轻点了下头 犹豫着说道 我有个朋友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虽然我一直认为询问类似的问题是 我有个朋友就等于我自己 但塔利姆的情绪颜色说明 不是他本人 他很为难 但却看不见丝毫的痛苦 开启了灵视的克莱恩 往后微靠 双手交握道 很抱歉 我不是心理医生 也不是报纸杂志上 那些善于解决情感问题的专家 我唯一的建议是 不要犯法 这只是开玩笑的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不该是源于什么 双方的家庭之间 有仇恨关系 不好 这不是罗密欧与朱利耶的故事 听到对方的回答 克莱恩的耳畔 似乎响起了一阵虚幻的低语 作者 罗塞尔古斯塔夫 罗塞尔古斯塔夫 他摇了下脑袋 对沙老爷子说了声抱歉 微笑道 罗塞尔大帝这部作品 实在是太经典了 一提到不该的爱情 我就会想到他 那么 究竟是为什么不该在一起呢 我得保密 抱歉 就当我没有问过 保密 那是位很有身份的人呢 爱上了同性 爱上了有血缘关系的人 克莱恩忍住强烈的好奇 贪守道 那我只能再给一个建议 多看看暴风山庄 爱情与嫉妒 这些感情充沛的畅销小说 塔利姆吸动了几下嘴唇 叹息一声道 这只能是最后的办法 在我看来 那些畅销小说里面的感情 简直不像是发生在正常人类之间 我也这么觉得 克莱恩深有同感的附和 和塔利姆相视一笑后 他起身前往地下靶场 练枪练非凡能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返回一楼 直奔自住餐厅 他之前已经注意到 今天的限量供应是红酒煎鹅干 并搭配有苹果片和进入了黄油的面包 取好食物 克莱恩端着餐盘 走向塔利姆寨的那张桌子 而此时此刻 那里除了塔利姆 还有另外一位他的熟人 同样作为担保介绍他进入俱乐部的外科医生 艾伦克瑞斯 刚放好餐盘 还未来得及坐下 克莱恩突然发现那位知名外科医生的椅子旁边 靠了根拐杖 艾伦 怎么了 他关心的问了一句 个子高瘦 长相冷淡 带着副金丝鞭眼镜的艾伦 轻拍了下右腿道 别 别提 我真是太倒霉了 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鼓励 只能打石膏做固定 真是不够走运 克莱恩附和着叹息了一声 并切了块鹅干 蘸汁塞入口中 那刚一切出就会融化般的感觉 让脂肪的芳香不断外扩 刺激着每一个味蕾 我已经不走运很长一段时间了 艾伦举手推了下镜框 顺势揉了揉额脚 他随即望向克莱恩 又看了看塔利姆 犹豫着问道 莫里亚蒂先生 你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 艾伦压低嗓音道 你是一位知名的大侦探 应该认识不少人吧 还好 克莱恩不明白 对方什么意思的敷衍了一句 艾伦又看了塔利姆一眼 吸了口气道 你认识类似乡村巫医的人吗 不 我的意思 有些本事的占卜者或者神秘学爱好者 我想 我觉得 我最近的不走运太不正常了 我知道那些很大可能是假的骗人的 但已经找不到别的办法摆脱倒霉 我试过去教堂祈求 捐款 参加弥撒 但没有任何作用 有些本事的占卜者或神秘学爱好者 你仿佛是在说我 艾伦 你详细说一下 你都遭遇了什么事情 旁边的塔利姆也跟着点头 不用担心 我虽然是主的姓处 但并不排斥神秘学的东西 艾伦苦恼的叹气道 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 做手术出现失误 旅行遭遇蒸汽列车事故 回家又发现进了小偷 去医院 结果跌下了楼梯 你说 会不会有谁 在诅咒我 哼 之前听艾伦提过类似的事情 克莱恩微微皱起了眉头 作为一名前职业者 他很容易就从这样的描述 联想到一件封印物 厄运不吼 类似的物品 他开启灵式 严肃问道 艾伦 你仔细回想一下 在那些不走运的事情 连续来到之前 你或你的家人 也有遭遇不走运的事情吗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477集 克莱恩本来想问 在那些不走运的事情连续到来前 艾伦或者他的家人 有没有将什么较为不同寻常的物品拿回家 比如有点肮脏的布偶 但话到嘴边 他忽然觉得这太直接了 很容易暴露自己对神秘领域相当了解的事实 虽然这能解释为大侦探见多识广 但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于是他改用更迂回的方式 问艾伦医生的家人是否也遭遇着不幸 听到他的问题 艾伦克瑞斯仔细回想了下道 没有 除了跟着我遭遇蒸汽列车事故 他们和之前一样 大部分时候谈不上幸运还是不幸 剩下的则两者兼有 不算特别倒霉 这就不对了 如果是厄运不偶那种需要封印的物品 肯定会影响一定范围内的人 难道是艾伦把鲜血滴在了上面 于是双方建立了稳固的联系 克莱安的灵事里 艾伦的气场和情绪颜色 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分别吻合 没有特别的地方 他斟酌着问道 你供执的那家医院里 有和你差不多倒霉的人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肯定是被谁诅咒了 艾伦拉扯了下领结 显得颇为焦躁和不安 在塔利姆好奇旁观的目光里 克莱恩想了想到 在那些不走运前 你是否也有遭遇过什么较为奇怪的事情 比如割伤了自己 在民俗传说里 鲜血是诅咒能够成立的强力媒介 我怀疑是诅咒后 确认过这一天 最近三个月 我都没有流过血 艾伦按着刀叉 神情沉重地回答道 这就有点奇怪了 又不能当着他们的面 做较为复杂的占卜 那么别的有点奇怪的事情呢 艾伦 你认真再回想一下 这种事情不可能没有原因 你最近是否有得罪过谁 或者成为了别人的障碍 塔利姆附和着关切了一句 艾伦低下目光 望着餐盘内的食物 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克莱恩也没有闲着 在食物变冷变得不好吃前 解决了他们 等到他开始享用餐后甜点 艾伦终于抬起脑袋道 我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 我和我的同事们关系并不融洽 可是 很难相信他们会因此 想办法诅咒我 经过你们的提醒 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 它可能和神秘血有关 什么事情 克莱恩和塔利姆同时精神一震 在连续不走运之前 我负责一个病人 那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 他非常可怜 因为一些问题 需要截掉左腿 艾伦推了下金边眼镜 回忆着说道 我刚成为父亲没有多久 对孩子遭遇的不幸 总是充满同情 每次查病房的时候 都会和他聊几句 鼓励他 安慰他 我记得那是他手术之前一天 我专门又去病房找他 他确实相当不安 在玩塔罗牌 这是他入院的时候 就带着的物品 甚至不允许他的家人带走 我为了让他放松下来 就陪他玩起了塔罗占卜 当时 我翻出了一张牌 是逆位的命运之轮 那个孩子就看着我 笑得很纯净 很无邪地说道 医生 你的运气会变差 医生 你的运气会变差 我怎么觉得 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话语 让我身体有点发冷 那个孩子 后来死在了手术台上 那台手术很成功 没过多久 他就顺利出院了 还特别感谢了我 所以 我一直没有怀疑过这件事 可现在回想之后 我发现 这是最近两个月来 我唯一一次 接触设计神秘学的物品 不管怎么样 不管有用还是没用 塔罗牌 终究是用来占卜的 克莱恩手中 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枚 黄铜色泽的硬币 他正在指尖 跳跃和翻滚 似乎象征着 知名大侦探的分析过程 那枚硬币 弹起又落下 掉在了掌心 克莱恩用眼角余光 瞄了一眼 结束思考道 那个孩子叫什么 住在哪里 他叫威尔昂塞厅 至于住在哪里 我就不记得了 侦探先生 你的建议是 你有认识的 神秘学领域的专家吗 克莱恩喝了口红茶 在艾伦和塔利姆 期待的目光里笑道 我的建议是 去你信仰的 那位神灵的教堂 向主教描述 你最近遭遇的不幸 然后询问他是否 有解决的办法 艾伦 我记得你是 黑夜女神的信徒吧 他差点顺嘴 喊出女神 幸好及时想起 自己现在的身份 使信仰 争气与机械之神的侦探 可是 我之前向女神祈祷 参加弥撒 以及捐赠钱财和物品 都没有作用啊 我认为 还是得找一些 有点本事的占卜者 是啊 神灵并不会在意 你走运还是不走运 走运是庇佑 不走运是考验 这位朋友 你的信仰很不虔诚啊 小心风暴之主 给你一闪电 克莱恩 分别望了两人一眼 笑笑道 这个建议 基于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有用的 能产生效果的神秘学 那么最擅长 这方面事情的 肯定是七大正统教会 否则他们早就被 其他掌握了 神秘学的势力替代了 要是没有所谓的 真正的神秘学 那找占卜者 找巫医 也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还不如看地位 较高的主教那里 有什么解决办法 很有道理 或许 需要主教帮我转达 女神才会避佑我 不 准确的描述是 有了主教的转达 职业准备才能注意到 你身上的异仗 克莱恩在心里 反驳了一句 他根本没想着 自己帮助艾伦 因为要解决 对方在运气方面的问题 除了找到一切的根源 肯定也得布置一定的仪式 先不提克莱恩 懂不懂真正的转运仪式 就算懂 他也会因为仪式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 暴露自身拥有超凡之力的事实 凭空增加不少风险 既然能让职业者出面 那我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弄 就是不知道问题来自于那个男孩 还是他手中的塔罗牌 如果是后者 那说不定是相当适合我的封印物 可惜啊 克莱恩悄然摇头 将一下涌现的贪婪等情绪压制于心底 这时 艾伦已有了决定 看着克莱恩扯了下嘴角道 感谢你 莫里亚蒂先生 虽然你并不懂神秘学 但却依靠严密的逻辑 给出了最好的建议 是 我不懂神秘学 直接称呼我为夏洛克就行了 艾伦 自从不再是职业者 我的神秘学知识的构成就越来越奇怪了 一边是掌握了不少关于高序列 关于神灵的秘密 一边则只懂得较为初级的仪式魔法 相对较复杂的那些 仅知道献祭和赐予仪式 符咒更是长期停留在三种 克莱恩在心里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一本 较为全面较为深入的神秘学书籍 至于能够从非凡特性里 分离出邪神精神污染的知识 目前连线索都没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浅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赞美女神 第478集 在俱乐部午休了一阵后 克莱恩乘坐公共马车 抵达了乔伍德区 靠近塔索克河位置的 莱斯马戏团 今天并非节日 也非假日 马戏团内的客人并不多 负责招待和逗乐的小丑们 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从占卜小屋和卖馅饼 薄饼水果派和酒精饮料的帐篷间穿过后 克莱恩沿着马戏场地的边缘 找到了一个小剧场 门口的黑板上写着 非节假日时期 每天四场表演 每场一个小时 下午第一场在两点 刚开始没多久 买了票 克莱恩进入剧场 听见了喝彩的声音 此时 一位训兽师正在舞台上 手提鞭子 命令一头黑熊 做憨态可居的表演 旁边趴着一头 斑纹黄黑交错的老虎 坐着一只毛发 很深很卷的沸沸 随着训兽师的挥鞭 那头黑熊 笨拙地翻了个跟头 我说 这家伙刚才想给你一巴掌 一排排席位的最前方 突然有人高声喊道 顿时引来场地内 不多观众的大笑 他们以为 这是马戏团斗乐的新方法 但克莱恩却并不这么想 因为他发现 训兽师的情绪颜色 偏向了生气和恼怒 他笑了笑 走至第一排坐下 欣赏起舞台上的表演 免得愧对门票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又喊道 那头老虎 想咬断你的脖子 那只卷发沸沸 想把你抓到屁股底下当垫子 观众们哈哈哈哈的笑声里 训兽师的动作明显僵硬了一下 这 虽然那些话很消失在捣乱 可为什么我听出来了提醒的意思 克莱恩侧头望向同在一排的说话者 发现那是位脸蛋圆乎乎的三十来岁男子 这种语气 这种方式 有点熟悉啊 来自马戏团的小剧场内 只要感觉熟悉 对占卜家而言就不存在想不起来的问题 克莱恩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金边眼镜 往后微靠 近乎无声的低语了几句 紧接着他假作休息的闭了十几秒眼睛 实则借助冥想 快速入睡成功 获得了梦境提示 那是一个较为暗淡的房间 只有一根蜡烛 在茶几上摇曳着昏黄的烛火 坐于周围的人 都罩着黑色戴兜帽的长袍 戴着只能遮住上半张脸孔的铁面具 故意揉了揉眉心 克莱恩睁开双眼 继续观看驯兽表演 他已经解读出启示 明白了熟悉感的来源 梦境中的画面 是智慧之眼老先生召开的那个非凡者聚会 里面有位钥匙也是脸庞胖乎乎的 喜欢用讥讽的方式提醒别人 明明是个好心肠的家伙 却总是给人一种欠揍的感觉 会是那位钥匙吗 不太像啊 他什么时候懂训兽吧 根据职业者的内部资料记载 钥匙的灵势也不像詹卜家途径那样 能细致分别情绪的颜色 嗯 在气场颜色上 他们倒是别有擅长 克莱恩的思绪缓慢发散开来 并未影响他欣赏舞台上的表演 在他的灵势里 黑熊老虎和卷毛沸沸的情绪颜色 确实都不太稳定 再有一定程度的刺激 就很可能当场爆发 这也就间接证实了 刚才说话的那位胖乎乎男子 不是在捣乱 他似乎能读出那三只动物的想法 明白他们的冲动 而有了他的提醒 那位训兽师虽然多了强烈的怒火 脸色都阴沉了下去 但终究还是本能的柔和了动作 小心了不少 一场表演顺利结束 之后是一出简陋 但充满喜感的戏剧 等到结束 才有魔术师上来表演 这位魔术师穿着燕尾服 打着铜色领结 戴着又高又大的礼帽 刚一上来就做了个口中喷火 顿时让场地内的那些观众 纷纷喝彩鼓掌 很简单的技巧啊 眼力已算得上非常出众 且看过不少魔术教学节目的克莱恩 只是描了一下 就明白了关键 接下来 那位魔术师又表演了经典的密乡脱困 摘帽飞歌 掏出鲜花 纸牌魔术等节目 克莱恩本以为自己能轻松识破 对方的每一个手法 但却愕然的发现 在某些时候 自己竟然完全没有收获 因为注意力被吸引到了 对方希望的地方 忽略到了关键细节 他明明没有非凡能力 手法却依然能瞒过我的眼睛 关键是对注意力的把握 魔术师第二条手则 充分调动目标的注意力 从而达到想要的效果 克莱恩在心里做出了 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揣测 这有待于通过扮演来收获反馈 就在这个时候 魔术师的表演结束了 观众们毫不吝啬地 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场内的气氛达到了下午的最高峰 第三条手则 魔术师的表演需要得到观众的喝彩 克莱恩半是调侃 半是猜测地无声自语了一句 三点出头 他扯了扯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领口 起身离开了小剧场 并未尝试着接触那位疑似要失的胖乎乎男子 只是悄然记住了对方的长相 贸然搭讪或许会弄出过激的反应 乘坐有鬼公共马车 克莱恩向明斯克接返回 这马车分为双层 各坐着一些乘客 克莱恩按照惯例 挑选了底层靠窗的位置 马车走走停停了一阵 本半闭着眼睛 回想刚才那些灵感的他 突然一阵心悸 变得清醒而理智 就像被人强行入侵了梦境 或被直接通灵时的反应一样 此时此刻他明确的知道 自己不在现实世界里了 有着丰富经验的他故作无事 环顾了半圈 发现左侧穿燕尾服 戴高礼帽的绅士 依旧在翻看着报纸 领有两个小孩 一身浅蓝色衣裙的妇女 正头疼的呵斥着 不听话的捣蛋鬼 他的旁边 有人啃着面包 喝着自带的茶水 一切的一切 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可克莱恩悄然开启的灵事中 这些乘客都没有散发出 相应的气场颜色和情绪颜色 他们没有以太体 他们明明在说话 在吃面包 在看报纸 却没有一点活着的痕迹 这 是虚幻的假象 还是他们突然死掉了 仅仅按照生前的惯性活动成 克莱恩竭力镇定 侧头望向窗外 只见大街上的马车和行人来来往往 依旧是下午时分的景象 但是他们也没有气场颜色 随着马车较为缓慢的前行 克莱恩愈发变得凝重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低头审视自己 看见了明确的灵性光彩 和周围其他人截然不同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听见了一声怒吼 不像来自人类的怒吼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舍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会带来好运 第479集 克莱恩盲右抬前脑袋 发现大街上多了一只黑色大狗 他尖利丰锐的苛刻白牙 沾染着血袖般的痕迹 正是那只恶魔巨犬 犯下了雷雷血案的恶魔巨犬 这黑色恶犬迅速膨胀成了 高大的恶魔 背后有蝙蝠般的翅膀 头上长出了满是神秘花纹的羊角 他正仰望着天空 发出一声满是污秽意味的恶魔语单词 几乎是他开口的同时 克莱恩就已确认他是真实的 因为他有气场和情绪颜色 有强烈的灵性光彩在散发 随着那恶魔巨犬的呼喊 四周几位虚幻的行人 豁然炸开化作黑色的雾气 弥漫向半空 遮蔽住了视线 但克莱恩隐约能看到 半空和周围多了不少具备气场颜色的真实之人 他们使用者会散发灵性光彩的非凡能力 怎么回事 普通人都是虚幻的 非凡者却都是真实的 这是职业者代法者他们 找到了那条恶魔巨犬 用特殊的封印物 制造出了不会打扰到现实世界的战斗环境 那封印物只针对非凡者 对普通人无效 于是刚好路过的我就被不幸的拉入进来了 克莱恩思绪电转 大概猜到了自身的遭遇 还真是莫名其妙的灾难呢 他刚有感慨 突的听见了一声惨叫 凄厉的惨叫 巨大的惨叫 周围 遮蔽视线的黑气陡然分散 那只恶魔巨犬重重摔在地上 身体竖直着分成了两片 而半空所有的光芒都集中在了某件事物上 让他宛若一轮纯净的月亮 照耀着深沉黑暗的环境 那只恶魔巨犬生命力顽强的再次怒吼了一声 身体陡然爆开 用灵魂和血肉为燃料 烧起了淡蓝与赤红交织的冲天火焰 可是火焰刚至半空 就失去了全部的亮度 被那皎洁明月般的事物吸收了 他无声无息不见了 那只恶魔巨犬也就那样简简单单的彻底消亡了 死得连一点渣子都没有剩下 好强 克莱恩刚声感慨 忽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些官方强者会不会发现 自己坐的这辆马车里还有个野生的非凡者 不同于周围虚幻之人的非凡者 他心中一紧 头皮发麻的掏出一张纸人 顺手一抖 将它抖成了自己 没有气场和情绪颜色的自己 而他本人则借助替身法的特殊 躲到了指人的阴影里 就在这个时候 克莱恩听见马车另外一边的街道上 有谁轻哼了一声 这轻哼之声含着明显的怒意和不甘 谁 不像是官方非凡者发出的声音 克莱恩一阵疑惑 却不敢撤掉替身 探头查看 紧接着 几道视线相继扫过 没做过多的停留 等到这一切淡去 克莱恩看见四周的虚空出现裂缝 玻璃般破碎了 然后真实的感觉袭来 他清楚的知道 自己回归现实世界了 悄然撤掉替身 他重新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马车内的乘客 看爆的看爆 啃面包的啃面包 呵斥小孩的呵斥小孩 跟刚才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在克莱恩眼中 他们重新拥有了气场和情绪颜色 另外和刚才相比 有鬼公共马车明显已前进了一段距离 看来刚才那种特殊的战斗环境里 时间和场景都是与现实同步的 如果那场战斗持续较久 马车就有可能试出影响范围 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一个人在那里 那就明显暴露了 还好 贝克兰德收万毒之毒 是希望之敌 三大教会都有高序列者在这里 克莱恩略感后怕的想着 他原本觉得 即使锁定了对象 职业者 代法者他们 得花费几天的功夫才能找出那只恶魔黑犬 而且 这必须还有个前提 那就是对方没离开贝克兰德 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离开贝克兰德 就等于走出了仪式范围 晋升将因此失败 面对恶魔来说 仪式失败的负面影响 大概率会造成本就在嗜血边缘挣扎的他们 直接失控 谁知道仅仅一个晚上加半个白天 那恶魔巨犬就被发现了 处决了 净化了 简直可怕 这就是贝克兰德 这就是三大教会的真正实力 一个快晋升的序列六 只是暴露了身份 留下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痕迹 就这样被快速找到了 简简单单的杀死了 这可是能提前察觉危险的恶魔啊 看来某些封印物正好克制了这点 以后我必须更加谨慎和小心了 克莱恩觉得自己收获了深刻的教训 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刚才听到的那声奇怪的轻哼 似乎是那只恶魔巨犬的同伴 他的主人 他竟然没被发现 也许恶魔巨犬最后的自爆 就是他暗中操纵的 当然 也可能是其他不满官方非凡者的 隐秘组织成员 克莱恩猛地眺望向车厢对面的窗户 只见外间路过的行人都普普通通 或穿泥质大衣 或戴半高礼帽 或着色彩亮丽的长裙 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车轮压在轨道上 马匹拖着箱体 沉重但稳健地前行着 很快就离开了那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街道 克莱恩表情正常地握着手杖 一直到有鬼公共马车过了两个站点 才提前下车 绕行大半圈 慢悠悠往恶魔巨犬被击杀的那个地方返回 他不是在寻找对方细处的非凡特性 教会的顶级强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肯定早已拿走 他也不是在调查之前那声轻哼的来源 这都过去了那么久 街道上马车行驶 人来人往 那还会遗留什么线索 就算占卜 都肯定得不到答案 克莱恩的目的是 从该条街道四周残存的微妙细节 窥探那件能创造奇怪战斗环境的风印物的特点 为将来可能的遭遇做点准备 这就是魔术师的扮演 他走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走在煤气路灯分隔出的街炎 无声叹息了一句 他之所以要等两个站才下车 并绕远路返回 是担心当时还有暗中打扫战场的官方非凡者 能不与他们碰面 就尽量不要碰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第四百八十集 着装体面拿着手杖 一斤处有金色表链悬挂的克莱恩 用了一定的时间 终于返回了恶魔俱全死亡现场 但街道上根本没有任何相应的痕迹残留 来莽的行人也明显不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较为激烈的超凡战 那件封印物可真神奇啊 比大规模大范围催眠还厉害 克莱恩开启了灵式 让自身的脚步变得更加缓慢 就像出来郊游 而非办事的绅士一样 这么一圈转下来 他竟用了大半个小时 可灵式却没有得到任何收获 目标皆屈 毫无异常 不过克莱恩的灵感还是察觉到了一点东西 那就是范围与边界 进入街区和从另一个方向离开的时候 我都有点微妙的虚幻的感受 似乎从一个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 那件封印物的影响范围 至少能达到一个街区 上线暂时不清楚 还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他只对非凡者发挥作用 克莱恩立在目标街道之外 若有所思的点了下头 接着再次返回 找了家还算有档次的咖啡馆 点了杯南威尔咖啡 坐到了靠窗的位置 他边喝着那浓香的液体 边审视着外面越来越热闹的街道 看随着时间的沉淀 这里是否会有别的变化 可惜的是 他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当然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他确认了一点 那就是 魔术师不做无准备的表演 确实是扮演的规则之一 他感觉体内微妙沉淀的特性 有了很轻的被撬动的现象 傍晚来临后 克莱恩不再观察 重新乘坐油轨公共马车 返回到明斯克街 此时 道路两侧的煤气路灯已全部被点亮 带着蓝色的火光照亮了略显湿路的水泥地面 和一株株叶子枯黄凋零的行道树 克莱恩拿着手杖 从鱼尔根律师的家外面通过 向15号那栋房屋漫步前行 走着走着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家里的食材已经用完 这么回去是没法做晚餐的 呃 是去肉店菜店水果店 还是先找家餐厅填饱肚子 克莱恩犹豫了下 最终决定今晚偷个懒 吃现成的 虽然这个世界的很多菜肴做起来相当简单 且非常快速 不至于出现做菜一小时用餐五分钟的现象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需要一定劳动的 而且还得自己刷盘子 洗刀叉 摸了下钱包 克莱恩原地转身 往记忆里餐厅较多的地方行去 他又一次路过了鱼尔根律师的家 鱼尔根站在敞开的秃度窗后 看着表情迷茫的莫里亚地侦探 抬高音量道 莫里亚地先生 你 我是说你又忘记带钥匙了 或者钥匙掉了 为什么要说钥 不 并没有 鱼尔根非常正经地点了下头 那还是到我家做客吧 等用过晚餐 天色全黑再回去 这是我的荣幸 他进门的时候 黑猫布罗迪正在角落舔洗着爪子 鱼尔根没多寒暄 进入了厨房 等到克莱恩挂好外套和帽子 放好黑色手杖 一步步进入餐厅 桌上已摆好食物 有黑乎乎的肉排和铜色调的土豆泥等食物 他对此并不奇怪 鱼尔根律师的奶奶 多利斯太太上了年纪后的烹饪风格就是这样 卖相不佳 但足够可口 他可是一位大厨 克莱恩坐到鱼尔根的对面 微笑寒暄道 你正准备用餐 是的 用餐前 我习惯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任由自己的思绪 没有边界的蔓延 鱼尔根铺好餐巾 拿起了刀叉 克莱恩疑惑的环顾一圈道 多利斯太太呢 天气越来越冷 他肺部的老问题又出现了 不得不去医院住的世界 冤神庇佑的 克莱恩不太娴熟的在胸口画出 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三角圣灰 接着他切了块肉排 插起准备塞入口中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忙开口道 所以这是你准备的晚餐 当然 几分钟前就做好了 不是大厨多利斯太太的手艺 那这个脉箱 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 忍着心里的恐惧 依旧咬下了银制叉子上的那小块肉排 慢慢咀嚼了起来 他的眉头一点点皱起 最终强行吞下了食物 脸上则挤出了一抹笑容 为什么提前就准备好了两份 一份是准备带到医院给我奶奶的 鱼儿根抬头瞄了克莱恩一眼 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说道 等一下 我再准备一份 原来是这样 为了礼貌 克莱恩暗自吸了口气 用战斗般的姿态解决掉了面前的食物 等到他吃完 鱼儿根还剩小半 这位高级事务律师暂时放下刀叉 端起旁边的高脚玻璃杯 喝了口红酒 没什么表情的问道 感觉怎么样 你最喜欢哪个菜肴 我知道 我和我奶奶的手艺 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应该不是太夸张 律师先生 我怀疑你除了颜面神经失调 还有味觉方面的问题 你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吗 克莱恩抿出微笑 左右动了动脑袋道 白面包还不错 那是到齐面包房买的 鱼儿根重新埋下脑袋 解决剩余的食物 等喝掉残存的红酒后 他想了想到 莫里亚地侦探 我想委托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委托 什么 克莱恩不断喝着水 刚才那土豆泥太咸了 我奶奶最近都会在医院 我有时候为了案子 很可能不回来 这样布洛迪就得饿肚子了 所以我想请你 在我不回来的时候 给布洛迪喂食 清理他的厕所 陪他玩一会儿 他最喜欢别人挠他的下巴 每天晚上十点 如果我家还没有灯光 一片黑暗 你就可以进来 每次两宿了 直到我奶奶回家 克莱恩看见古板严肃 总是一本正经的 鱼尔根律师脸上 出现了疑似温柔的表情 于是上翘嘴角道 很简单的任务 相对丰厚的报仇 我没有理由拒绝 说话的同时 他侧头看向黑猫布罗迪 冲他笑了笑 黑猫布罗迪 慢慢转过了身体 拿背对着他 克莱恩的笑容 不由僵硬在了脸上